好耶! 有三位這麼重兩套的嘉賓 大家一定很興奮的 另外我也知道大家應該會有很多的問題 想問三位的專家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看到環保袋裡面會有問題紙 你們就可以寫下你們的問題 交給我們的同事 完成了這個Talk之後 就會有Q&A的時間 大家就可以隨意發問你們的問題 另外你們問的問題 是會帶來獎品的 整個問題都有獎品真的沒有著數 我們會有一個精美的背囊 給大家帶錢走 另外還有記事簿 寫下你們的彈錢工量 還有什麼呢? 還有板姐 還有板姐 無論它屎嵌成怎樣都托著 好了 大家已經有這個問題了 事不宜遲 我們第一位演講嘉賓 有阿葉博士 希望大家聽完Talk之後 就賺多點錢走了 好 我們給點掌聲阿葉博士 大家好 首先謝謝K介紹出來 還有 再次介紹自己 我是衛利基金的二部門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講 除了講怎樣賺錢之外 最重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衛利基金現在怎樣看事講 還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ETF的投資秘技 我看到今天的朋友真的不少 所以再次多謝大家 星期六都這麼捧場了 我想大家一至五都很忙 去炒股票投資 星期六都再來的話 大家一定是對這個股市非常之熱愛 我會加把鏡頭給大家 講一些很有用的資訊 其實除了剛才K介紹過 今次我們帶了一些 三種小禮物給你們 就是帶個背包送給大家 去裝飾酒 帶把傘給大家 在這麼風高浪急的市況裏面 遮風擋雨 還有就送了幾碗 一幾碗大家 就是抄下我們的河拉郭瑞 和阿蘭的秘技之外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到 今天我在螢光幕上講的 每一件事已經幫你們彩色打印了 放在大家的一個禮物包裏面 好處是什麼 大家不需要就拍 我知道有很多廣座 投資者很喜歡拍照 拍我OK的 但不需要就拍這裏 因為不清楚之外 其實專心的聽 因為我說的話 每一句大家都可以對這個小賊子 或者秘技慢慢溫習 今天聽完之後不明白 可以回去再看 再不明白 就可以打來我們衛利基金的熱線 我們有專人 有同事 去解答大家問題 好了 事不宜遲 我開始今天的課程了 大家去到今天的課程 就叫做 《衛利市場指望和活用ETF》 作投資組合管理的 今天我已經安排了五個環節 跟大家去講 首先會講一講 我們現在衛利基金 如何看中港市況 我不會很深入地講 因為專家在後面 郭Sir 會和大家去慢慢分析現在市況 但我都會講一講 現在衛利基金 究竟如何看市況 尤其是經過了過去幾個月 那些人會問我 《葉先生你了解今年》 現在已經11月了 我會說要把一場夢 為什麼要把一場夢呢 四月的時候 大家會說 等了七、八年的牛市又來了 接著六月發生什麼事 不要再提 大家都說 結往不計 過去了就不要理 我們最重要是展望將來 究竟第四季 為你今年的看 接下來我過幾個月 就到2016年了 究竟我們現在 在快到2016年的時候 還有什麼版塊 有什麼股品 有什麼方法的投資 我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的 我只會跟大家講一講 這篇圖 我特意叫分析員 幫我找兩篇圖作的開幕 是否有些面線 大家 經過股票牌 就不想看了 或者批頭很迷惘 是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 因為 我想每位都是這樣 但不用擔心 好了 我會用四個字 去形容現在的市況 亦都是我們衛利基金 現在覺得市況仍然是 什麼呢 就是異常波動 可能會笑 你好像說了沒有說 其實不是的 因為大家見到 十月份是升了不少 含指升了十幾% A股升了十幾% 但是呢 其實市場上還有 不少的不明論因素 令到市場的方向性 仍然不是那麼穩定的 我們在八月的時候出來講過 覺得今年你的假息機會是有 但是不會在十月份發生 而我們覺得 美國的假息機會 會在十二月是最大的 但是 要再次強調 就算美國真的假息 是不會再次 好似零四年 大家記得 每年是加了差不多六次息 而我們覺得 這次假息之後 其實整體環球 還是會在一個低息環境 接近十八至十四個月 尤其是中國 繼續開始相降之後 仍然有很大的空間 是繼續去減息降準 所以大家不需要過分擔心 一些企業 是會受到 未來的一個加息期開始 而令到他們融資成本 增加或者令到他們的營利影響 大家不需要過分 將焦點落在是否加息 是否影響 所以這是我們的看法 另外 我們覺得 近來 A股市從國家都入市之後 在七月份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 人們覺得 好像國家隊做不到些什麼 或者是國家隊 有沒有力去做出市 其實我們覺得 國家隊現在已經做到不錯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近來 A股 原來港股沒有錯 成交量是跌了很多 但是 你看看市場波動性 和合力率 其實已經跌了很多 最新數據 其實現在A股 它的三十日平均的波幅 大概是三十多左右 較之前是六十幾已經大幅回落 所以現在 市場上的 A股位港股的 股值 波動性 已經是達到一個非常合理的水平 所以大家是可以 不需要過分擔心 但是 也都要小心為上 因為我講過了 現在我們覺得 市場仍是會較大波動性 因為 有很多的政治 和很多不明想做 更充斥 所以大家要賣些什麼呢 就是 首先要選一些市場 或者一些類別 已經是被市場過分拋售 例如我們在港股 或者A股 我們是相對看好 國企 H股 因為現在國企指數 它的股值 已經去到多年 大概七至八倍PE 在一個非常合理水平 和國企指數 就是H股 在香港的波動性 也都較A股小 所以大家 投資者 如果想去捕捉 例如十三十五 或者新一輪的 中國的國策的話 我們會建議其實可以考慮 H股 好了 剛才說過 其實經過近日調整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中國的主要股市指數 例如 互生三百指數 富時A50指數 創意版指數 富時價值 中國A股指數 這四條主要的 大家都會用ETF去追蹤的指數 他們的股值已經較早前 是大幅回落到一個較為合理水平 當然 如果你會看到 可能創意版指數 中國還是維持在超過五十倍的PE 沒錯 是較高 但是大家知道 投資 波動風險 和回報是正比的 所以你見到 創意版其實今年的 面流到現在 還是升了七十百分 另外 剛才提到 其實現在的國企指數 或者富時價值 中國股份指數 都是追蹤一些H股 他們的市盈率 已經是非常合理 是六至八倍 這個水平是多年的低位 所以大家是可以考慮透過H股 或者相關的類別股份 去做一個中場市的部署 好了 那我們究竟看好些什麼股份呢 現在衛利基金是有一個叫2加2的策略 是建議大家的 所謂2加2 就是我們有看好兩個板塊 和兩個策略 首先就是內房 內險 高息 和各策 那我可不可以問大家 再再有什麼朋友 是覺得 內房是你會看好 或者內險 都是和我們有相同的理念的呢 有沒有朋友 是覺得內房會做好的 接下來 有位朋友都不少了 那我簡單講一講 那其實為什麼是看好內房 大家看回 過往由09年到近來 中國每一次減息降準的時候 內房 或者國內的房地產 都是出現了兩價提升 09年出現了 12年出現了 而我們覺得 現在中國再次開始 寬鬆周期 至少要維持18至24個月 所以 歷史現在重演的話 我們覺得 中國的內房股 是會再次受惠於 這個中國現在的量貫政策的 所以大家可以 吸納一些 什麼內房股呢 是不是任何內房股都可以 我們是相對看好一些 地產發展商 他們的項目 是在一二線的大城市的地產發展商 龍頭發展商 那到哪個股份 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大家可以問到CS 或者到市民的角色 那就是有點玄機了 另外內險了 因為呢 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原來現在中國 他們的保單收入 佔全國的GDP 在2014年 即去年底 都是佔3%而已 那麼保單收入佔全國GDP 3%是高還是低呢 是非常之低 你知不知香港現在佔多少 香港保單收入佔GDP 是14% 所以中國的內險板塊 或者公司 他們有非常大的增長空間 追跌香港的水平 或者環球水平 大概6%左右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中國的內險公司 也都有非常大的增長空間 而更重要就是 中國現在開始進入減息週期了 減息週期對保險的產品 是非常之有利 因為之前可能很多朋友 或者在座的朋友 都喜歡把錢放到國內 買一些譬如魚額布 一些理財產品 因為回報好 上年我們做過一個統計 原來當時的保險公司 它的分紅保單之類的回報 是比其他的理財產品差力大到現在 經過近日的減息之後 國內的保險公司 他們的產品吸引度是大大提升 因為回報已經好過很多定期存款 以及如魚額布 一些理財產品 所以在產品渠道方面 我們會覺得 它銷售會越來越好之外 還有現在內險的股值 也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衝合了 剛才說的幾件事 內塘內險 我們現在為利基金 是相對看好的 另外高息和國策 我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考慮 因為國策不用說了 中國就算習近平主席 都多一次強調 在今次的五中全會 中國會繼續深化改革 為什麼呢 其實知不知道 民企他們的資產回報 是比國企高一倍的 代表阿爺做生意 的錢做生意 他們的回報 是比民企差一半 所以為什麼中央這麼強調 要透過國企改革 去提升國企競爭力 或者液美能力的原因 所以我們覺得國企要繼續推行 例如早前年頭 南北車合併這類的大型 拼購或者駐資活動 我們覺得是會繼續發生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一些國企的相關概念 另外高息 高息股是我們為利基金 一直以來都非常看好的類別 為什麼 這個字 攻守兼備 因為當市況不好的時候 高息股一向是有一個 叫做抗跌能力 但是市況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高息股也會跑贏大市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 怎樣去選擇股企的辦法的話 其實很簡單 在香港或者亞洲地區 選一些高息股的話 其實已經是很有機會 會做到一個不錯的回報 還有其實我們為利基金的 主動型基金 或者我們的ETF 都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選一些太高息的元素 所以我就介紹一下大家 如果不想選 或者不懂選個別高息股的話 也可以透過我們為利基金的產品 去享受到一個高息股的回報 以及攻守兼備的優勢 好了 剛才說過了 現在為利基金 對現在的市況就是四個字 異常波動 大家小心行事 還有在這裡送現在意給大家 就是兩個辦法 兩個概念 包括內防、內險、角策和高息 希望一些小小的提示 希望可以幫大家 在未來的2016年之前 埋回個靚尾 或者在未來2016年 有個好開始 當下節 我想到2016年頭 或者1、2月的時候 我有再新的 我們為利基金的市場資訊之後 我會再出來和大家分享 好了 示範到現在了 那麼今天呢 另外一個主要的 topic就是 香港ETF市場概況 我可不可以問一問在座的朋友 有哪位朋友是有投資開ETF習慣的呢 有哪個朋友是知道什麼ETF 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呢 一個 大部分都知道的 其實很好的 那有沒有人 你之前說好 我試過去很多場所 我就問 有哪位朋友知道ETF 沒有人知道 那他們說買了ETF 又不知道 但我說有沒有買了222 223 或者395 他們買了很多 就是原來香港有很多的散戶 是買了很多ETF 但他們不知道的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等一下和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ETF 這三個英文字母 ETF代表什麼 就是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s 即是說交易所買賣基金 那在座有沒有 哪位朋友買了基金呢 有沒有人買基金 我想這就多數股票客 有沒有人買基金的 因為都不少 平時你買基金在哪裡買的 要財應該不能買 可能要透過一些銀行 或者一些分銷商 理財顧問 幫你買基金 買基金 有一個價位 不是那麼方便 就是你要經過分銷商去買 就不可以治療 當然你可以去一些網上平台買 但是基金的問題 就是你要買一個營購費 原來呢 ETF 即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就是說 原來這類的基金 你是不需要透過任何銷售渠道 你可以自己 在你的正確戶口已經買到的了 因為這些基金呢 是上市的 例如我剛才講過了 223 222 3095 3046 或者其他大家熟悉的號碼 我想你每天都聽 每天都要炒的了 那麼 還有這些產品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就是透明度高 和交易成本低 為什麼會透明度高呢 如果你平時買基金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你買了什麼 意思是說 因為基金一般習慣就是每個月 它會派一張叫做基金月刊給你 那你會看到什麼 就是十大持股 那你一般來說 基金是持有幾個股份 50 100 200 不出奇 那就是說你的投資 可能你只是 看頭十年 看頭十年 知道你買了什麼 但是當然 如果你是一個較為大戶的話 其實你可以向基金公司要求 想拿一個叫full holding 整個本體都好 但是呢 一般來說可能是三至六個月的 有個time length的 有個時間差距的 那麼 現在我知道大家 是一個非常精明的投資者 或精明的消費者 你很希望自己每一分每一毫 去一邊都知道的 ETF就可以了 因為呢 你買的ETF ETF裡面握什麼股票 是一目了然的 你知道去到基金公司網站 或者港交數都可以了解到 例如你買222 223 3095 你是可以清楚知道 究竟裡面握哪50隻股份 你可能不知道的 不知道是你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不是 但是ETF的好處就是 透明度百分之百 究竟買了多少隻股份 多少percent的持股 全部知道的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便宜 便宜是什麼呢 經過我們 ETF發行商的十年周旋 今年2月13日開始 終於政府豁免了 ETF的印化稅 那當然要財買股票 很多時候都免用 但是原來在ETF 在買ETF 不止便宜的股票 因為你買股票 容易給人花稅 原來香港你買任何一隻 香港上市ETF 是不用給人花稅的 代表就是說 交易成本更加低 效益度高 而好處是什麼 是流通量大 那為什麼說流通量大呢 有些在座很多朋友說 不是哦 我在按號碼的時候 很多ETF是沒有成交過 為什麼還說流通量大呢 原來是這樣的 ETF 每一隻ETF背後 是有市場莊家 是提供流通量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其實一隻ETF 它一定有一個獨立第三方 去負責開價 和提供一個過月的 是的 這個也是另一個誤解的 我也都準備了 去跟大家講一下 之後 有些人 或者大家 會有時候 將ETF的運作 和沃倫等 Ryan都會解釋 有些混淆 因為他們以為 ETF商 即我們發行商 也是裝家來的 我們可以開價 去控制那個買賣 其實不是的 因為是有市場作家 是獨立第三方去做的 當然我講清楚一點 好了 再講一講 現在香港的ETF市場概況 原來香港 你知不知有幾隻ETF上市 是有超過150隻 你們以為只有五隻 最多200 223 222 3095 可能多幾隻 原來不是的 香港是有 132隻不同的ETF 或者是有150多隻 ETF上市 為什麼說多那麼不同呢 因為有些ETF是雙櫃桌 譬如說 有8 222 222 因為是有人民幣的櫃桌 所以不要管 就算是完全不同的ETF 都有超過130隻 可以說什麼 種類牌多 那沒錯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名字 大概有六十幾隻 都是中、港去為主的 就是大家買港股 或者買中國股票 但是原來都有超過五十隻 是可以買亞洲或者環球 不同國家的 那又怎樣呢 那我在兩個月前讀 就在《信報》寫的篇文章 就叫大家 善用ETF投資海外市場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我的讀者在那裡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原來呢 今年 年頭到現在 這幅地圖 大家可以細心看一看 做得最好是哪個市場呢 原來是 越南 10月27日 即是去到剛剛的星期四 唱了三 做得最好是越南 這裏哪位朋友 是買過越南股票在這裏 有沒有人買過 不知道買 怎麼知道有什麼股票 原來不是 香港是有越南上越南ETF 就是說 香港其實可以透過一隻ETF 是可以捕捉越南的股市機會 當然 我不是去鼓勵或者推這個ETF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只不過想給大家看 原來今年呢 越南人升10% 日本都升80% 巴基斯坦50% 韓國7% 香港不見了 A股不見了 因為專家不買的 所以免得再給大家看 就是輸了成全街 是的 那因為呢 問題是什麼呢 我見到很多散戶 就是我們是 叫做有一個主場情意結 就是大家都是看著港股 或者A股的 那又出現一個循環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越買越跌 接著下距是什麼 就是要跌越買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但是其實不是的 原來在香港做股民是非常之幸運 因為呢 我們是一個非常之澎湃的ETF市場 讓大家可以在香港坐定定 就可以享受到不同市場的回報 當然 一件事是要解釋清楚的 就是呢 香港所有上市的ETF 都是用港幣計算的 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買賣的時候呢 是有機會會輸過回率的 就是例如 如果你在去年的時候呢 就是香港買些日本上市的ETF 沒錯 上年日本升了多少 升了兩成 那同時間呢 日圓呢 亦都是跌了兩成 那呢 就是打到我了 但是今年不同 今年日圓對美金 或者港幣有沒有跌 沒有 因為是挺平穩的 就是說大家 除了可以透過ETF 去捕捉海外市場之外呢 其實大家也是 做的時候是要做多一重功夫 就是留意一下匯率了 有機會是賺到匯率了 例如 Yen其實升了16%左右的 那你賺股票之餘 還有賺匯率 俄羅也不貴呢 那如果大家覺得 亞洲市場不夠吸引 看看海外 香港原來有一隻俄羅斯的ETF 有四隻美國的ETF 和俄羅斯的 俄羅斯今年升了23% 那奴背也跌了20% 是的 沒有問題的 這些東西 大家知道是透明的 你可以選擇一個市場 所以我想給大家的訊息 就是說 嘗試一下 不要只是看著我們的主場 嘗試一下 將我們的眼睛放遠一點 因為大家現在已經 每天拿著手機去看很多資訊 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 你們的宏觀知識 是比我更加多 因為你每天 我都是每天還沒起床的時候 已經被手機彈出來的 說昨晚美國升幾點 這裡有什麼消息 大家已經是很有能力 去洞悉到世界發生什麼事了 嘗試一下運用這個這麼資訊 百來的年代 用一下ETF 去將你的投資目光放遠 如果可以做的話 你的回報 我相信會更加好的 先喝水 好了 剛才說完 現在香港的ETF市場 有多豐盛 我也都明白 為什麼在座很多朋友 不買ETF 你們可能買了 買200 啊 106 106 對 我不會推薦自己公司 不想買多 對 兩件事來的 因為 我等一下給你們解釋 為什麼 OK 首先 我知道大家為什麼 對ETF有些不合同 常見有幾個誤解 或者問題 第一就是 剛才說過 有些朋友 就會將我們ETF的運作 和一個牛熊證 或者一輪 是有混淆的 首先 要解釋就是 ETF 是有莊家制 但是莊家並非銀行商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 所以一定要獨立第三方 去提供流通量 另外 ETF是沒有時間值的 所以大家是可以拿ETF 做個長線投資 也都不需要擔心 會不會是輸時間值的 另外 流通量高 還有最後一隻ETF是有息派的 大家知道ETF會派息的 香港 你知道去年有幾隻ETF派息嗎 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原來在香港的 百三隻ETF裡面 上年過去十二個月 有五十四隻ETF派過息 有些ETF派四次息 有些派兩次息 有些派一次息 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透過ETF這個工具 收息的話 都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這就是誤解 將ETF和WRN红證的分別 另外 這個也是非常之常見的誤解 另外一篇文章在《聖報》寫 就是 莊家食價 ETF升不足 有得解 我聽過很多投資者會投訴 就是說 我看到上證今天升兩百分 為甚麼A50下跌 你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為甚麼上證和A50和我們222 或者223都跟不足 是不對的 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大家知不知道 上證指數有幾個股票 上證指數有幾個股票 上證指數有一千一百五十個股票 我聽到少許誤解 因為大家經常在媒體 電視上證指數 就以為是A50指數 A50指數有幾個股票 有掌限答就是A50 對 實中 大家開始有些好笑 原來上證指數有一千一百五十幾個股票 A50就是五十個股票 那如果一千一百五十個股票 和五十個股票的表現有分別 是不是不出奇 因為根本是兩條不同指數 所以就是 大家買ETF的時候 最重要是甚麼 知道你的ETF 是追蹤甚麼指數 和追蹤甚麼 例如如果你買3188 你知不知跟222分別是甚麼 除了不同號碼之外 這位朋友就深水清少少 知道是華夏和南方東英 但原來這個是互心300 一個就是A50 所以表現也有不同 3095就是維里基金的價值 也跟A50不同 所以大家買任何ETF的時候 記住 當然你要記住這四個號碼 之外 你也要知道究竟 他是追蹤甚麼指數 因為其實很簡單 任何ETF的背後 都是有一條指數給他追蹤的 所有都是 就算黃金ETF 都是追蹤的人 金價 因為ETF是追蹤特定的指數 或者資產裡面回報 所以是有原因的 剛才我講過 如果這個大家可以溫股資深 現在香港大約有 四十二三隻A股ETF 他們其實追蹤指數 不內乎都是這四條 就是互心300 A50 富士價值A股指數 和創業版 分別是這裏 就寫在這裏 尤其最特別就是 我們維里基金 在3月的時候成合的 富士價值股品 A股指數 就是在A股市場裡面 選出50隻股票 這50隻的特別就是 最高息 最低股值 最優質的50隻股票 一般來說 比如說 222 或者223 這類型的A50 就是選最大的50隻股票 但是 維里基金的價值 A股ETF 就是選最高息 最優質 和最低股值的50隻價值股 所以分別是非常之大 因為這個原因 表現也是比A50 由今年3月成立對家 跑贏A54% 當然市場是跌了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面 亦都可以跑贏大市 跑贏A54% 所以是非常之不錯的 是的 為了去應付大家 為何不買ETF 我當然希望 我站在這裏 我講完之後 大家都有ETF的 興趣爛了之餘 當然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做 動畫手指 一段時間考量ETF 但未必一定要 其實未必一定要買我們公司的產物 為什麽 其實我很希望大家 投資者 我今天來 你見我還未介紹過公司產物 因為我希望 將這個這麽便 這麽透明度高 和這麽方便的資產裏面的工具 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更好的投資 這裏有五個原因 不好意思 這裏有五個原因 這裏有五個原因 我知道大家為什麽 不會買ETF 如果對的話 你一筆額頭好 首先就是 成交量偏低 是否因為成交量偏低 不敢買 我們不要搞220 不要說223 大那些 即是較小的ETF 你不買都是不在乎 成交量偏低 市場深度不足 買賣差價高 不需要對ETF的定價不清楚 和你覺得市場 咦 這句多在這裏 我同事回去寫了 他寫錯東西 簡單來說 這幾個主要原因 就是成交量偏低 買賣差價高 深度不足 大家不買 不用怕 我今天就是因應這幾個問題 就幫大家寫了五個竅門 我覺得大家只要針對這五個竅門 大家買ETF的時候 是可以方便很多的 首先 如果大家買一些比較 成交量偏低的ETF 例如剛才我講過 一些越南 日本 韓國 有時候會這樣的 其實我有時候會在一些 證券上出現 微服出唇 我去看大家做的事情 我真的會 不是說 你知不知道我會見到情況是怎樣 有些投資者 聽完我講了 就會嘗試慢慢ETF 葉先生講過日本是單邊市 很大機會贏 香港就兩隻 日本ETF 一隻是領航的 一隻就是為你的 我們會按金號 看它 日本很升的 日圓又不跌的 很大機會 我們就用日本ETF 按 比如按3084 或者3126 然後它的反應就是 沒有成交的 然後它的版面 那麼少股 又怎麼賣 我可以買10萬股 你只有500股 這個就是 在做 我想是不少 朋友為何會不買ETF 完全可以見慣 所以就準備了 我可以教大家 第一個要門就是 一些比較不太活的ETF 你怕去買賣差價大 就不要在市場開的時候 穿中的頭去買 等市場開順了 大約10、20分鐘之後 莊家應付了一些比較 忙的ETF 那它通常會把那些 不是那麼忙的ETF 看一看 可能差價就會較窄 因為 開市的時候 它習慣將一些 不忙長的ETF 把差價擴大一些 那它對衝控也低一些 但是當它應付了忙的就是 那它是人來的 那它一個人 可能是一個裝飾 對十多人的ETF 那當然是做些忙的事 做些忙的事 沒有那麼忙 沒有那麼忙的 通常二十多分鐘之後 你會留意到 買賣差價是合理一些的 這是第一個提示 第二就是 如果你進行大宗交易 可以剛才譬如說 這個太太 不斷看著我 我想你真的喜歡ETF 應該是 如果你喜歡ETF 我想你也是一個大大手的 因為剛才我說 只有500股 你買不夠你買 那不用擔心的 你是可以善用 ETF商的熱線去打 例如其實跟渦輪一樣 渦輪有熱線 因為譬如在渦輪的時候 你覺得價不開價 或者不租 我不是專家 我不是專家 你會打熱線 不是投訴 去查詢 那其實ETF 也有ETF熱線的 你是可以去打給 ETF的航行商 跟它說 現在我有興趣買 例如10萬股 你現在市場上面只有500股 我們是會幫你 跟莊家去反映 令到流通量提高 這個是為你基金 對大家的一個承諾 和一個服務 因為一般來說 你不知道 你只見到市場上面 只有500股 我要10萬股 你猜我500股那麼少 怎麼買 要這麼少 怎麼買 但是你們善用 ETF的熱線 嘗試打來 我們是會幫你 跟莊家去溝通 令到市場流通 提升 這個是我們會做的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提示 第三 就是用限價本 大家買賣的時候 如果不是這麼廣的話 可以不用用市場價 是把價在那裡慢慢排 因為你買ETF 當然你可能是短差 但是如果你用ETF 做中長線投資的話 其實不需要這麼在意 那些少許價位 你可以擺到一個位 所以大家覺得合理 那什麼叫合理呢 就是資產淨值 這裡我等一下下一個環節 就解釋什麼叫資產淨值 還有為什麼要留意資產淨值 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 就是嘗試在兩個市場 都是同時運作的時候買 例如如果你想買日本ETF的話 就不要11.3買了 你知道為什麼 11.3日本收市 香港開市 不是他們不好 通常如果兩地市場 是一個運作 一個是在吃飯的時候 通常我們看到買賣差距 都會擴闊的 因為那段時間 可能莊家做對沖的時候 他一般來說又擴闊一些 令到對沖風險是小的 所以這四個小小的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之後再看一看 去消化一下我說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可以對大家買ETF的熱情很大 以及解決大家的問題 而最後這個很重要的竅門 大家要謹記 頭四個 你真是不記得無所謂 但第五個一定要記得 就是要留意日價和折陽水平 我亦都花了很大篇幅 在信部解釋了 買ETF要看日價和折陽 不如我問一下 這裡有沒有哪個朋友 上個星期買過222 223 有沒有人買過的 有一個 其實不止我想到 你買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價是日價還是折陽 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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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來 原來 222 在過去的20天 它是平均日價 0.7% 首先解釋一下 這裡發生什麼事 藍色線就是222 在過去 由年頭到現在 它每一天的日價折陽圖 紅色就是平均線 為什麼這裡這麼重要 因為原來 折陽日價是一個非常大的準則 因為你買一件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知道 究竟是便宜了還是貴了 還有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原來 我跟那個同志姐說 他們是不知道 你們怎麼看這個日價和折陽的問題 而最重要的刻 就是 你們是不是會說 ETF如果高日價燒賣 因為高日價代表 就是多人炒 就是黃 就是ETF高日價 就當炒 所以就會買 所以大折陽就不買 因為是被人摘殘了 就是我剛才覺得 日價好的話 才會買折陽 但是又不敢買 但原來不是的 原來 在今年7月9日的時候 A股出現大平牌 那天 2002曾經出現過 超過10%的折陽 當時如果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個情況的話 你看第二天 這個折陽已經是收窄到2%了 就是 只是去報數這個折陽 收窄合理水平 都會超過80%的回報 那怎樣可以留意到這件事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你看看 當日價很高的時候 是很快就會落回合理水平 因為 ETF我講過了 背後有市場莊家 是維持流通之餘 就是盡量令到 ETF的市場價 是貼近資產正值 即是說當日價很高的時候 這些莊家就會回到我們發行商 希望增發股份 當貨額員增加的時候 自自然而 價格就會回到合起水平 所以千萬設計 不要高追有高日價ETF 是非常危險的 和大節約的ETF也不是不好 反而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入市機會 所以 你們會問 葉先生怎樣可以看到資產正值呢 因為有人打來投訴過 ETF商 黑商作業 它不肯提供實時的資產正值報價 因為現在大家在串頭版 或者手機的apps 看到它的資產正值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是隔夜的 即是你星期五 或者星期一開始 你當聽完我說話 星期一你想買ETF 如果你透過你的串頭版 或者手機網絡 手機看 你看到資產正值 那個價是星期五的 不是即時的 但原來 所以在每一間ETF 供應商的網絡裏面 都有實時的資產正值 為大家提供 因為是證監的要求來的 所以大家在這一刻 因為串頭版商 還未可以提供這個平台給我們 去把實時資訊提供給大家 唯有大家麻煩一些 在你買股票 串頭版之餘 可能要開多個版面 就可以看到實時的資產正值 但是有沒有消息 因為我們衛利基金 現在經過很久的周旋 已經和你串頭版商 去到一個很後期的焦點 很有機會 下年 我會覺得 大家可以在這個串頭版 或者網站 就可以見到 實時報價之外 還有實時資產正值 到時大家買ETF的興趣 是更加大 因為更加方便 你買了一刻 已經知道 原來 當現在10元了 原來資產正值是9個半 你是日價買 一定要想到 看到葉先生說過 原來資產 大日價時候 有危險 所以這是大家謹記的竅門 最後 剩下5分鐘 我講一講 現在ETF的新世代 是有機會 跑贏大市的ETF 我也知道 有些投資者 覺得ETF 沒興趣 因為最多 市升就升 市跌就跌 沒什麼意思 你想贏錢 贏大市 原來不是 有新一批的ETF 是有機會 跑贏大市 就像我剛剛提過 為你記的 3095 它有一個特有的選股機制 可以透過這個選股機制 在市場上選出一些高息 優質和低估值的股品 去做ETF的指數成份股 是務求去跑贏大市的 3095 就是我所講的A股ETF 大家見到 綠色就是3095追蹤的指數 故事價值 中國A股指數的表現 在過去10年 是大幅跑贏 大家熟悉的A50指數 接近270% 即2.7倍 是非常亮麗的成績 剛剛講過了 3095可能對大家來說 是相對陌生 因為只不過是3月25日 今年才新成立的ETF 成立到現在 可以說有好賽不好賽 一開波的時候 市場非常漂亮 但我們已經談論了 一個好像10年的股市 又升又跌了 但是在過去七個月 剛剛講過 我們仍然是跑贏 大家熟悉 或者大家心疑的 222 希望今天之後 如果大家買ETF 都能賺錢的 你買A股指數 都希望贏的 原來市場上 有些叫3095 是可以跑贏 大家熟悉的 222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分別在哪 原來2822和3095最大分別 就是他們現在的板塊分布 3095每年會做兩次的指數換碼 即它的股品會出入 每年的兩次 剛剛9月做完的指數換碼 是有18隻股份換了 50隻成分股裏面 有18隻不同了 是非常之大的 而換完之後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指數 為什麼呢 大家一直以為 市場上 或者香港的世界 最多金融股的 A股ETF 是222 終於覺得我買了222 就是持重金融股 原來不是 現在香港最多金融股的A股ETF 是3095 因為有72%的金融股裏面 有23隻金融股的部分 所以大家完結之後 是想繼續受惠於國家的日市 托起一些金融股大國企的話 之前你是可能選222 去受惠 即是希望金融股 原來不是 現在最多金融股的A股ETF 是3095 大家記住 222 3095是有28隻部分不同 22隻相同 而去到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 A股是非常波動性大 大家是覺得 都是一般的A股 還有你覺得 剛才葉先生說過 就是我自己說過 現在我們為理基金 覺得 H股的股值是非常吸引 還有大家可以運用H股 去捕捉未來的 中國股市的聲浪的話 可以留意3046 3046也是用同樣的選機 就是在港股裏面 或者H股裏面 選出最優質高息 和低股值的25隻股份 大家平時買開 H股是用什麼 200 200 很熟悉 恆生國企指數 ETF 200 200 就是藍色條線 原來為你的富時價值 中國指數 就是3046 所追蹤的指數 在過去的十多年 是跑贏 200 200的指數 差不多 280% 是非常之多的 尤其是這個ETF 是已經有超過六年的歷史 我們是09年成立 是香港第一隻 可以跑贏大市的H股ETF 你看看過去三年 一年和年頭到現在 都是大足跑贏大家熟悉的 200 所以如果之前你是運用 200 200 去捕捉H股的聲浪 或者H股的一個概念的話 之後大家可以嘗試 考慮一下3046 因為3046 我們有一個名字 叫做優化版200 200 因為200是有40個股份的 3046是25隻 主要也是H股和紅手 最重要是它可以選一些 股值好和優質的股份 所以過往表現是非常亮麗的 到最後 我講過了 現在我們是覺得 地產股會受惠 因為相降 或者接下來減息周期 原來3046 它的房地產的比重 是比200 高接近12%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3046的地產股 最後 大家喜歡財息兼收的 3046 個5年的派息紀錄 是非常之靚的 在14年派了5.6來 13年派了3.8來 而今年的很大機會 會繼續有息派的 因為3046 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機制 就是在市場上 篩走一些不派息的公司 所以大家如果想用ETF 去找H股的回報 和可以收息的話 3046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時間是這麼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旅路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透過以下的地方 就看到我們的東西 就是熱線 我的專欄 和節目 大家可以看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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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其實A股ETF 投資者有個擔心 就是好像7月初的時候 A股有個大平市 最大影響就是什麼 會影響了 ETF的生購熟活機制 為什麼當日 7月9日 我講過200月2 曾經出現了一個 10%以上的大幅漸 因為很多股票停工板 但是平時如果那些客戶 例如大戶 他想去散播 或者他想離場的時候 他會透過一個叫熟活機制 在一級市場上 和我們的莊家 或者我們發行商 做一個生購熟活的動作 但當日這個動作 就比這個停工板 是有所影響的 所以有些ETF 他們的生購熟活機 就是出現的問題 令到大戶不可以很方便 在一級市場上做賣 所以就令到他們在二級市場上 不斷沽貨 所以出現了大的字樣 所以剛才你問 如果這樣的停工板有什麼影響 最大影響就是可能會令到 ETF的折量增大 或者日價增大 這個就很大 是的 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情況 當停工板回復正常的時候 很快就會回復正常 所以不需要因為這個問題 而大家對ETF的擔心 明白了 還有第二題 陳小姐就問了 如果深廣通真是成事 那有什麼ETF能感到成這樣 深廣通成事 大家都希望深廣通會成事 其實如果現在市場上 怎麼可以買到深淨股份 例如222和3095 裡面都有些深淨股票 你說離開深廣通通過之後 有什麼會繼續受惠 其實我聽到不少市場上 有些ETF黃雙都可以籌備一些產品 是針對深廣通的 所以到時大家留意市場消息 我想會很快 不假意時日 就會有些真是對深圳股票的ETF出現的了 大家可以不再留意 好 很多問題 第三題 樓先生就問了 你有沒有一些可以沽空 或者做大型ETF 這個呢 暫時沒有的 如果大家今天留意新聞報章 陳嘉祥局長都出來講過了 因為其實市場上 我們一直都希望 怎麼可以推動ETF 第一件事就是要市場 是ETF產品多元化 其實在韓國 台灣 日本 都有很多 叫做 反向 或者槓桿的ETF出現 陳局長就說明了 他覺得不太支持這件事 因為覺得不想把太多 有高風險的產品 留入香港市場 我覺得這件事是趨勢來的 因為我們都覺得 希望 如果大家買ETF 就可以向上買 那沒有理由 如果我覺得市民和市場 應該向下機會帶 為甚麼還要向上買呢 那我是很希望 這個產品會出現的大部分 我們現在香港是未有 但是我們作為業界的代表 我們已經不斷和 有關的金融機構去反映 和將大家的訴求 和他們講了 我希望16年 17年希望會出現 好啊 另外呢 有女生 她就很關注為你 如何推廣ETF 怎麼可以推動多些 陳嘉祥 OK啦 維尼基金 怎樣推廣ETF 就是 我 大家其實在不同地方都看到我 譬如說 在我們熱線 報紙 電視 心機都會看到我的資訊 其實我希望 不是只去抱抱 維尼ETF 因為大家 剛才聽到我整個 45分鐘的 題目 說了我們產品 都不夠10分鐘而已 因為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真是 ETF一個 甚麼產品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你是不會買的 加上就是 ETF好處就是 透明度高 流通量大 還有便宜 還有最重要是 可以透過ETF去不同市場 做個買賣 可以補足更多優勢 不用再次進入惡性循環 就是越來越賣 越來越跌 只是望著自己主場 所以我們會做甚麼 我們會更加積極 和大家多些面對 解決大家需要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設立了這個 為你價值 ETF的線 以前是全港首間 ETF發行商 有條線 給大家打來發問問題 以及去解決流通量 這個是我們為你基金 對大家 ETF投資者的盛來 另外 他還想問 ETF的實時日價 和折扣水平的圖 可以在哪裏提到 是否看到就是我講錯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要做少許功課 因為我講過了 這個日價值樣 圖是比較 可能你自己也拿不到葡萄圖 但你可以做個動作 就是當你買賣的時候 就做多留意一下 那一刻你的市場價 和你的ETF究竟日價值樣 和我對比 你買贏的情況率也是高很多 但當然那個平均價怎麼做 你可能要花點心機 每天收視的時候 來記錄下它 究竟是今天可能節日幾多 明天節日幾多 還有幾多 慢慢做的 如果這個真是很重要的資訊 我嘗試嘗試 可不可以在我們網站 或者我們和大家的 多些交流的地方去 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這麼有需要的話 我會嘗試一下 我會記住 可能大家日後會見到 Apps也好 大家可以見到 我會反應一下 另外呢 如果想買一些的ETF 可以看到 ETF裡面 包括了些什麼地方 其實所有ETF販行商 例如我們 華亞 南方東英 領航 的網站 都會有清楚 列明究竟每一隻ETF 裡面 賣了什麼股份 還有每一隻股份的持股量 是每日更新的 所以大家是100%透明的 只要去我們的相關網站就可以了 另外呢 想問一下ETF的管理費 即可能保持著ETF的錢 即收費 ETF是有管理費的 因為我說過了 其實ETF的基金也重 但是ETF一般來說 管理費 都是大約每年0.3至0.7%左右 是較全共基金而便宜的 好 那葉祥的觀眾有沒有問題 是 可能很多人 葉先生 可能很多人 都想問你的號碼 號碼 號碼 有一隻是你們的3095 OK 非常之過癮 它高低位 它有時一個月之內 是超過2成20% 即跳褲 好像最近 由這個 應該是 現在7.8元左右 我最低位 可以在6.5元 其實玩就挺好玩的 因為你們這隻 最主要是追蹤深圳 即是戶心的指數 我先解釋一下 首先 3095是我們為你基金的A股ETF 它追蹤是富時價值 A股指數 不是深圳 是上海深圳市場 我們選出最優質 最高息 和最低股值的五層股份 所以 6月到7月 我忘記實際上的波動 但是 其實我們是在一個月內 跑贏 A股指數 大概沒有那麼多 大概是2%左右 不是 就是那個波幅 是 其實波幅 我們是和市場很接近的 會不會是 你50當中 是超過30隻 會是深圳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好 謝謝先生 另外 有現場客戶想問 EGF的成份股內 如果其中可能有幾隻倒閉 或者停牌的話 會不會受影響 一般來說 我們怎樣去處理一些停板的公司 就是我們跟回指數公司 即是我們富士 指數公司 一般處理方法 其實我們除了每半年 即是五、六個月 即是我們定期會做指數換碼之外 其實每四個月都會做一些指數調整 將一些 就我們叫做corporation 或者一些停了辦公司去處理 所以 當它還未停停板 而還留在指數裡面的話 它是會用它停板之前 它NAV做一個計價 而留在這裡 所以對真正的EGF運作 是會有太大影響的 好 另外和EGF的流通量 它們覺得很索尼 那怎樣可以勾到手上的EGF 如果你覺得 剛才說過 你們可能對於你爭了一波 你記得市場深度不夠 你怕賣不到你排很久 嘗試打來熱線 打熱線 就可以 我們現在和莊家反映 希望提供流通量 這個就是我們的情況 上次21430628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 但是記住 21430628 大貨為你基金的ETF 如果你覺得 別的遊戲公司 ETF的流通量不多 你打來我 我答不到你 好 那現場觀眾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想問Curv 關於ETF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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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師姐 南方那隻 不如看南方的公司 不如看南方的公司 我們都是南方的公司 我們都是南方的公司 好 好 想問問 哪一項ETF 跟上海的合同指數 就是上海的合同指數 上海的合同指數 最近的 346 如果香港來說 最近是追蹤戶心300指數 因為300指數 表現最近應該是 例如大家認識的348 它跟上正指數的表現 是最接近的 因為 有300指數 有300指數 好 這位先生 我問 如果成交不夠 但要說 你會處理 例如開箱 維持住 身體會消失 是怎樣 這個不是開箱 我們主要做法制 譬如說 如果流通量不夠 即市場不夠 我們會跟莊家反映 例如 這位先生 打來說 我希望買10萬股 就會跟莊家說 就叫他 因應資產淨值 或者現在的 例如 Future 押准價 去出一口價 例如 當現在的市場 變成10元 10元 你要10萬股 可能就會出幾次 這是會用資產淨值 來主要做一個作價 例如出一口價 例如10萬股放在這裏 或者分較少 之前可能要排10格 現在可能是排1格 或者2格 這樣做法 為自己來 為自己來 就視乎視況 但是 會盡量去盡快 處理 譬如說 當你現在想買 就放在這裏 你可以自然地 和大家對 好 最後一題問題 是的 大眼幾個位先生 我想問問 如果是你們公司的 3095的裝卡是怎樣 3095有幾個 叫做市場裝卡 主要是匯豐 還有 Merylene出的美林 高成 還有一個小問題 之前我寫了一字 如果有投資者 去一個組合 他們是一樣的 即是 他不會是 可以解釋清楚 不好意思 例如 有投資者 你們公司的 數目是一樣的 嗯 可能你說 港的水平 可能 那時候 可能 可以自己 賺錢 如果你是一個 那麼專業投資者 可以長自己 去處理 50隻股份的買賣 或者 的 waiting 當然可以做 但其實成本 相對來說 自己做會貴一些 因為我們是一個機構 投資者 我們的交易會 一定是給你的 散戶自己去買賣便宜 但如果你真的 那麼有時間 或者可以這麼有 專業的技巧 去處理 50隻成本股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ETF其實只不過是 追蹤一個 我們有哪5隻股份 怎樣選 都把出來的 你可以自己做的 是的 好 這次時間三不夠 我們多謝Kirk 這麼強勁 謝謝Kirk 剛才問個問題的觀眾 可以拿禮物 多謝Kirk 他們公司送的禮物 多謝 多謝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到下一個環節 我們介紹第二位港姐嘉賓 有林文欣先生 他就是 教理資本證券部分有限公司 香港認救正事詳聲授主管 我們給點掌聲 給他 這兩位 就是 關於林鄭的事 如果有一間有需要找我們同事 幫忙處理你們的申請各樣東西的話 任何私人資料只可以交給我們 你們穿著制服 兼有staff card的同事 自然幫你處理 其他的就不要交給他們了 保障你自己的私人資料 另外一樣 在Ryan說的期間 如果你們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就可以寫在一張紙仔這裏 等他講完這個talk之後 我們會有十分鐘的Q&A session 家庭觀眾就可以問Ryan的問題了 好事不宜遲將時間交給你了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多謝各位 今天來到這個叫財的研討會 我就是做開Wallet那邊的 這個在路當中 有沒有哪位是有買開Wallet的 沒有 一位 兩三位 真是這麼少 大家 沒有買的 請舉手 有甚麼 沒有買的 有買的 不一樣的 不同的 其實我們看到市面上 香港 其實Wallet的市場佔了幾大 其實都是全世界最大的Wallet的成交量 香港最多 所以就算你不買 你看回Wallet的走勢 那些的數據 其實都起碼幫到你 在投資方面可以選擇什麼股份 知道哪些人看好哪些人不看好 都起碼對你有幫助 今天主要講一些走勢 還有我們看看現在市面上 市市不是升得那麼多 或者跌那麼多 或者幾個百分比 經常都橫行 如果你買證股 有時回報方面 可能是很吸引 但是我們看回 如果你馬上選擇不同的渦論 其實都有一個不同的投資選擇可以給你 這裏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到 這裏就用麥格力少少的資料 我不多說了 好了 先看大市回顧 這裏就是一個圖 恆生指數 橫紅色的一條線 就是恆指來的 由08年到現在的走勢 有升有跌 白色那裏就是這個叫做隱身波幅 隱身波幅就是指市場 大家預計它未來的時候 震盪情況是多少 如果震盪得很厲害 大家很害怕很驚慌的話 那個隱身波幅就會比較大 現在我們看回情況 就是08年的時候 舉個例子 例如雷曼的時候 恆生指數大跌 它的隱身波幅是急升很多的 超過100% 之後恆生指數慢慢回穩了 看到它的隱身波幅也是慢慢地下去 中間一年一二年那些 有些歐美債務迷肌 隱身波幅是大跌上去 最近期 有些什麼時候又再升上去 我們看到就是那時候 4月 市突然大急升 急升然後又再有一個大調整等等 那時候的隱身波幅又是升上去 大約約30幾 現在其實是大約19左右 為什麼我講這些隱身波幅呢 其實是看回恆生指數和隱身波幅 通常大家背遲 一個升就一個跌 你看到雷曼的時候它跌 隱身波幅升 這些情況又是歐澤人機 又是隱身波幅升 市場又跌 現在來說 隱身波幅是在講震蕩 如果震蕩比較開始少一點的話 變相市場也開始穩定一點點 而且現在都差不多到年尾 很多基金經理都可能會放假 或者怎樣 理論上應該說看回過往來講 歷史很多時候 11月2月都開始剩下一點點 其實看回市場應該都會在這個水平 現在暫時的水平慢慢橫行走 如果你就這樣買這些股票或者指數 那真的那個回報 譬如說這麼吸引 所以希望有些不同的產品 就可以讓你看到 是怎樣可以捕捉到回報的機會 另外可以看回人民幣那裡 已經貶值了 其實現在都開始回穩 但其實看到大陸政府 都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措施去干擾了市場 其實最大的不同的支柱 現在大陸就股指期貨 只是可以買單邊 就是在上下就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我就覺得 市場未必大急升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有些大陸的資金 或者大陸的朋友 他們如果要沽A50的話 那他們通常真的要在香港來沽 或者是做回香港那些佩論 這樣來做回它 才做到一個對沖的機會 但如果不是它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做到 所以這裡有個壓力 給香港這邊 就未必說升得那麼多 那我們再看回 剛才也聽完那些ETF 有些223、3188等等 其實我們看回 藍色那個就是 安省中國 223 綠色就是 藍方A50 2822 3188就是黃色 橙黃色這個 這個就是這麼多 剛剛兩個星期左右 看回他們這幾隻ETF的折樣 和那個人價 那現在暫時來說 223的折樣 真的比較大些 那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開始了解到 ETF是什麼 因為223是那些合成的基金 即不是買10貨 那222 南方A10就是買10貨 一籃子的內地的股票 那所以其實好像現在 現在看到 222就被人多追了 買多了 那或者是否內地的朋友 或者是香港的朋友 都買多了 那所以你看到 現在日價比較多些 就會是南方A50 折樣就會是這個 安省中國 那這些你就可以看到 這些圖表 其實在我們這段行為商 或者我們公司的網站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這些 日價或者折樣 都可以幫到你 譬如你買這些ETF的 哪些便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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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可以容易參考到 那看回 如果你只是買 看它升的話 那當然你買到223 你一買到 如果它升上去 你就會有回報 但是現在 近日都 有些壓力在 那我可以見回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買223的 那它跌的話 那你便買一些PUT率 那你都是有一個回報 可以給你 所以其實 波論 如果你適還 其實有PUT率 其實兩邊對衝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平衡回來的 一個投資組合 那為什麼現在多人買呢 其實波論 有個共關效應 買賣的資金 都比較少些 因為其實 你說幾千元 幾百元 都可以買到一手的波論 因為有些 譬如你買香港交易所的波論 譬如說一手的 大家知不知道要多少錢 最少 如果香港交易所 其實都要一整萬 都要一萬幾兩萬 暫時 如果它之前升到三百多元 只剩三百多元 只剩三萬多元 左右 那所以其實 你說買波論 你選擇不同的條款 其實幾百元 幾千元 都可以買到一手的了 那你都可以參加到 所以其實都多人買這些 這樣的 渦輪的產品 那是傷害買賣 虧損來說 就不同 你買那些 孖展戶口 你有時要貼回的保馬轉 但是如果你說 渦輪來說 你虧了那些券 就是你的貝金而已 就不用再貼錢 那就是這裡 你有個預算在這裡 不會是損失那麼多 那買賣有容易 在那個 股圈戶口都可以買賣到 我們看看 其實真的為什麼 多人買呢 之前那幾個月 其實前幾個月 或者我們都未必會練頭到 或者未必會覺得 渦輪這麼多人關注 但是呢 現在來說 我們見到真是個市 真的比較窄幅地走 是多人玩的 那見回呢 這裡是個圖 4月那時候開始 突然成交急升那時候 那這個儲藏圖呢 那這個儲藏圖呢 一條條那個呢 就是那個每日 銅子的成交量有多少 都不應該說是 香港市場的成交量有多少 那黃色的條線呢 就是Wallin的成交有百分比 是比這個總成交去比較 那其實每一日呢 那其實每一日呢 大約都有成 Wallin有二十幾個百分比 那紅色的那個呢 就是牛熊症的成交率 的百分比 那看到呢 都有成差不多十個百分比 那所以兩者加起來 其實每一日呢 都有成三十個百分比 或者三十以上的百分比 的成交 即是佔總成交的 那其實都佔整個 香港市場呢 都三分之一的 那所以真的 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那所以其實很多投資者 外國投資者 或者香港投資者 都會是看回 Wallin的走勢是怎樣 選什麼呢 那都是一個當一個參考 做到給他們的 那所以這裡都可以 大家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 剛才所說的 有些呢 其實呢 Wallin的成交 甚至乎 高過現在香港 譬如有些股份呢 它有時的成交都更高 那其實最多呢 出現的呢 就是香港交易所了 那剛才都說過 香港交易所 他們一手都會買得 都比較貴一些 譬如當一百八十幾元一手 那一百股是一手 那所以你承出來 都一萬幾元一手了 那所以 但是Wallin 你真的很多選 那條款又多 選擇又 就是覆蓋面很多 那所以其實真的 很多投資者 是會選回 我這幅圖呢 就是由九月那時候 給大家看看 他們那個 Wallin的成交 和它本身證股的成交 那黃色那個呢 就是證股的成交 那紅色呢 就是Wallin的成交 那相比之下 你見到很多人呢 其實那個紅色那裡 都是高過 它自己本身的成交 那所以呢 其實都是可以選擇 不同的Wallin 可以做 其實有很多投資者 都會參與 這個Wallin市場 那還有 除了這個 3.8之外 還有一個 祝福平安 它雖然不是每天都行 但是看到 都有一些 日子呢 它都會是 Wallin成交 都會高過它本身的證股 那 好了 看看Wallin怎樣賺錢 那有回過往的例子 我給大家看一些極端的例子 其實是過往四月五月的時候 那港交所呢 其實升五十幾個百分比 其實這兩個月呢 都算不錯 有五十幾個百分比 而平保呢 有二十幾個百分比 但是呢 我隨便選一隻Wallin 我真的很簡單 隨便選一隻 那其實呢 Wallin 和那一段期間 同一個時間 那其實它那個回報呢 有成幾倍的 有成七百倍左右 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前一陣子的消息新聞說 有些人買了三百八的Wallin 有成本來都買得多了 那它再升到這樣 變成一億萬增加 那類的 那其實是會有這樣的出現的 那除了這些極端 三百八 也有平保 有成兩三倍左右 那還有其他 譬如那些軟件萬塊的 金碟 金山遠建等等 石油股粉等等 那有成幾十個百分比 政府 那它的Wallin 也有成超過一倍兩倍 那這些真是可遇不可求 是看回那個時段 那些情況而定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回 現在有些什麼機會 可以拿捏到呢 其實現在呢 近日 其實之前也公佈了一些業績 那接下來還有幾個大籃籌股 還未公佈業績 那它這個下個星期 或者11月中 都有幾個比較大的部分 是會公佈業績的 那譬如我們看回 賭業股的 那昨天的公佈獎 美工媒也是金山中國等等 那其實我們看回 藍籌股的 有2號匯豐 香港交易所11號等等 那其實呢 都有些這樣的機會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看回過往的 很多時候的例子 在公佈業績之前的一個星期 很多人已經開始暴主了 還有呢 看到那些本身的股份 都是有個升勢在那裡的 那它公佈了之後呢 陳埃樂定的消息 如果不好的就跌 好的繼續升上去 但是怎樣都是呢 看到很多股份 前一個星期 都開始有個升風在那裡的 那你看回 如果你想看它的股份 可能未必升得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透過窩倫呢 你有個槓桿效應呢 那其實都可以給你一個 不同的幫助 就是你可以放少些的資金下去 行就行不行 你就馬上很快就離開 一個短線的部署 或者做法 那其實都於一個 未嘗不可的三考來的 那我們來看看 過往啦 譬如7月的 有幫保險 它又是公佈業績 就在7月24號上午公佈了 那其實我們看到 它23號都很多人在部署 那其實它那隻股份 升了那一兩天 就升了2%左右 那又隨便選 就是Wallin 那又給了一兩天 給了整二十多新的回報 那其實因為容易看的 如果你說再看長線來講 又看那些股份的前景點 怎樣的 其實真的有時候 比較難拿捏到那個情況 但是Wallin 你以短線去做 低位你買了去 第二天技術反彈 那你就走 那你就代了你的回報 那其實都不是說 那麼難參考到做到的 那除了這個有幫 那其實我們看到三月份的 有騰訊 中移動 都曾經公佈業績 那黃色那些 就是Wallin的回報 那紅色就是它證股的 騰訊 這個 中移動 的回報是多少 那其實又是將你的股份 放大了 那再看近期少少 譬如27號 銀台娛樂 那它是十月那時候 公佈完 十月十五號的十月中 那你見到 就是前一個星期 就是這個是日子來的 那你見到它都是 慢慢地這樣升了上去 那它做得好 所以就繼續升上去 爆升上去 你看到Wallin 就給了它 二百幾個百分的回報 那就是短短一兩個星期 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那除了這個 27號 那還有評報也是 那這個我不再多說了 其實你可以看回 很多都是 是之前那幾天 就會是升上去的 那除了這個 業績期之外 那其實盡快把握 因為還有幾隻 那些大藍手股 會公佈業績的 那另外呢 有時候有些 新的消息 公佈 那都是會刺激到市場 譬如中國移動 941 他在9月21號那時候 曾經說過說 他的8月4G 上載的客量 是創新高的 那所以你看到 他這一段的期間 其實那個升幅 都是很多的 給到一個 投資者 你買了那些Wallin 其實都很容易 賺到回報了 好了 好了 選擇Wallin 是怎樣選擇呢 就是聽了那麼多 好像那麼開心 怎樣買 風險又怎樣 大家都要注意那個風險 因為它升的話 它放大你的回報 但是跌都會放大你的虧損 所以你有些什麼 看到是 方向不對 最好真的要止蝕 以短蝕去無處走勢 但是選Wallin 怎樣選擇 通常如果你說 你買過Wallin 可以選一些跌期長一點 你不要選一些太短期的 而那個實質的槓桿很高的話 實質的槓桿高 你要想回 為什麼它這麼高 一定是有個風險 風險是什麼呢 通常看到年期太短 或者它的現隔 距離行隔太遠 所以那個槓桿會比較大些 如果選擇 你選擇四個月以上的Wallin 其實都比較好些 就是有個時間值在 還有你選擇那個距離 就是行隔和現隔 距離不要差距那麼大 普通的大籃籌 你選擇一些 可能十幾個%左右 如果說騰訊那些 因為福度比較多 輕輕跌跌多些 其實二十幾三十幾% 都可以考慮 看參考 你選擇這些 其實都不會風險那麼大 再看看 其實這個Wallin 香港的市場 其實真的有很多 不同的股票都有 普通的大籃酒股一定有 二線股的 三線股的都會有 譬如地產股 石油股 汽車股 比亞迪等等 都會有 所以其實真的 那個覆蓋面很大 還有我們看看 Wallin的價值 其實最主要是有五個 不同的基本因素去影響它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如何去做 你就會容易選擇這個Wallin 我這裡有幾個 五個因素 有證股價格 年期 波幅 利率 還有股息 有一個認購性 摳倫 認股性 摳倫 就看它跌 我們看看 證股價格升的話 摳倫你覺得升還是跌? 升 摳倫呢? 跌 沒錯 這個真的很明顯 其實知道大概怎樣去 好了 到年期了 年期如果越來越短的話 摳倫你覺得升更多 摳倫呢? 摳倫呢? 其實年期短的話 摳倫和摳倫都是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想回 一隻一個月的摳倫 和一隻 譬如半年的摳倫 一個月的 所謂差不多時辰到了 這樣 你可能再去反彈的機會 去回復的機會 真的比較少些 因為差不多 很緊張 時間值損耗得很快 到時 其實選擇的時候 就像剛才所說 選擇一些長範 一些年期 就會比較好些 所以 年期越來越短的話 摳倫和摳倫都是跌的 好了 接著隱身幫褲 隱身幫褲升的話 摳倫你覺得升還是跌? 有人升 有人升 有人跌 摳倫呢? 成 對了 其實呢 如果隱身幫褲升的話 摳倫和摳倫 大家都是升的 試舉個例 摳倫 現價就是在這裏的 這個水平 行死價通常高一點 在這裏 如果一隻 隱身幫褲比較高一點的話 它走就會這樣走 如果一隻 摳倫的隱身幫褲是低一點的 它就會這樣走 動得少 我說震盪比較少 好了 你想想 如果一個震盪比較少 這個行死價在這裏 它這樣走 好像也上不到上去 第一隻 這樣走的話 它雖然波幅是大 雖然它去到上的機會很短暫 但是它都有機會去彈上去 所以這樣彈不到上去的話 它機會有個正回報 就會比較大些 所以隱身幫褲高的話 摳倫 都會有幫助 摳倫和佩倫 都是有幫助的 對它來說 它這樣彈發 會達到正回報的機會率 都會大些 所以兩者 摳倫和佩倫 都是升的 所以有時 你見到市 有時大跌 或者什麼事情 那個隱身幫褲突然間抽升了 那你見到 那個情況 其實你隱身幫褲升 和正股的價格 那個動動 都可以給你回報 可以有少許多些解釋給大家 另外 利率 利率升的話 摳倫就升 枯倫就跌 其實算回現值 因為我們發不傷 很多時候都要借貸貸款 去做一些對沖 那個計算出來 其實我們見到利率升 摳倫是升 摳倫是跌 最後 預測股息升的話 摳倫其實是跌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你的預測股息越高的話 你隨正日的時候 就會跌得多些 因為你的股息慢 所以其實 如果跌得多的話 對沃倫的情況 摳倫就會沒有利 所以它會跌的 摳倫就是升了 所以其實拿捏到這五樣東西 其實最主要都是頭三個因素 影響比較大一些 證股價格、年期和波幅 如果你看回這幾樣東西 你就會知道 怎樣去選擇不同條款的摳倫 再看那個摳倫 其實有些人說 真的風險很大 很害怕 那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我們有不同的例子 給大家看 其實有時候都未必說是那麼 你懂得怎樣做法 其實都不是說所風險那麼大的 那我又舉個例子 那時候7月8號 其實整個市是大跌得很多的 差不多一千多點左右 那我舉個 找一個例子出來 譬如是匯豐 匯豐紅虎 那它跌完之後 通常又是技術反彈的 其實真的很容易預料到的 一跌得多 通常市是不升就會跌的 那你就見到它跌了之後 它就會反彈上去 譬如這個例子就是 9號匯豐升了那天3個% 那又是簡直的摩倫 那就是有30多個%的匯豐那天 它的條款是怎樣呢 它的行省價是84.8 到其日是明年1月 看回實際的公關 它的實際公關是9.5倍 我們看回其實 如果你說證股升3個% 乘9.5 但有多少度回報 其實應該未給過30 可能20多37、8 這些水平 但你看到這個渦輪 給你超過30%的回報 為什麼這樣呢 大家知不知道 猜不猜到 剛才我也略略說過這些 其實呢 市這樣升升跌跌 因為跌得很多 整千多年跌下去 醞釀到大家都很害怕 覺得震盪很多 震盪多的話 什麼升高 隱身波風升高 隱身波風升高 隱身波風升高的話 那就是對渦輪的價值有利 那時候就是了 那證股升一部分的回報給你了 再加上隱身波風升高 那又再給多利 就添加了一個回報給大家了 所以你看到呢 出來的效果 就整超過了本來那個 實際槓桿那個 即解出來的回報了 另外呢 看回它跌了 譬如到14號 看到又回報又跌了 跌了整個年間七幾個% 但這隻渦輪 其實跌了都是2個%左右 為什麼這樣呢 但是那些年間七幾成九倍幾的實際槓桿 其實都可能說到七八個%左右 就是下跌應該 但又是因為 人生波幅繼續升高 所以它抵消了 你本身的回報跌的時候 即是證管下跌的時候 那個跌幅 所以它跌出來 到最後 算回都是跌了六個%左右 所以其實如果你找到一個機會 選到一些適合的條款 其實都未必說真的 那個風險大得那麼緊 所以其實這裡 就有些可以 不同的例子 希望跟大家分享到 即是知道 你如果選得好些的話 都會容易些 管理到你那個投資組合 看回近期 月初那時候 其實市都跌了 我們看到 那些投資真的都 有些深淡的 看到都是繼續買一些 POOT 或者什麼 紅證 其實現在 看回市場氣氛 就不是那麼差 都好一點的 那怎樣看法呢 我們要用回 牛紅證的街貨分佈 暫時 現在市場雖然不是在水平上 橫幅上落 看到牛證 都是比較多一點的 即是有59% 差不多 60%左右 而紅證是40%左右 這些又是不同的指標 讓大家可以略略看到 市場氣氛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那麼淡 所以大家不要買這些 都不要緊 你起碼都看一看 氣氛看看怎樣 即是幫到大家 再看牛紅證 那方面的街貨量 其實現在暫時 比較多一點 23,500這些水平 是紅證 其他有些 譬如 收回區比較多些 就是22,300 到22,800 這些水平是比較多一點 再看回 渦輪哪些股份比較多人關注呢 渦輪也是有資金流的圖 資金流的意思是 那天的資金比較多 流入那隻股份 還有會過夜的 那就可以有個指標 看看哪隻股份 大家是比較看得強烈些好些 信心大些 近期我們看到 暫時 因為市場太窄幅上落 很多股份未必說是很多跑贏出來 所以 都是集中了 大家 沒什麼好選 不如選恆子 那見到 恆生指數 這個是 康倫 黃色的 康倫 康倫真的比較主力 多些 康倫就少些 所以流出的 另外 有些什麼呢 中國平安 因為也是 前一陣子公佈了業績 所以多人去 見到他的動動方面 比較多些 都多人去參與他的康倫動 潑倫都有 有些人見到他跌了下去了 譬如技術調整 就是升得多 然後第二天通常又會跌下去 那時候投資者 又說 呼出一下 或者怎樣去做很快的部署 還有中國人手 都是比較多些 其次就是國企和匯豐 為何看一看匯豐呢 剛才不是說 匯豐都將會準備公佈業績 在11月中 還有十多號那時候 不是 應該是好像2號 剛才說過 2號 是的 其實 多人已經可以看回匯豐 現在有資金流入去的 就是看回 他可以公佈 未公佈之前 你就可以買入了之後 你就可以 你覺得他繼續的 你有信心的 就繼續 看看會不會再爆升 看看他預期的業績 那方面的成績記憶 是做得怎樣 如果是好的 可能爆升 你又可以 在短期內 又可以拿到這個回報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挺好的分析資料 資訊可以給大家 知道有些什麼股份可以選 或者怎樣 那些條款可以選 那現在網絡比較多些 暫時都是恆生指數多些 其次就是匯豐 港交所 這幾隻其實都是大隻些的 那些籃籌股 因為買一手 剛才說過 都是比較貴一些 要幾萬元 但那些網絡 真的多不同的選擇 還有入場的額都比較便宜些 其次就是安靜卓中國 還有騰訊等等 這些都是挺多人做的 那這個可以參加分 在我們的網站 那些法輪商網站都可以看到 那到最後結論一點 那其實呢 暫時都是借覆採量 那這樣 那其實呢 有些投資籍都會集中多了 買一些牛紅證 那在低位 例如你說是進水一點的 你選了牛紅證 可能講了四十倍 那些真的會進水一點的 如果你說 那我想鎮鎮少少 那大約二十多倍 那這些其實 一個選擇可以給大家看 那些牛證和紅證 但是牛紅證呢 最重要快 不要那麼 就是儲會那麼久 又千萬不要扣淡房 不要說又便宜了 那不如再買吧 那千萬不要 因為那些 因為它那時候可能太近 提早收回 強制收回的水平 所以那都影響到它的價值 那所以你大約 如果你是未買過什麼 買回十多倍 那些牛證和紅證 就試試看一看 那這裡就是 牛紅證的方面 那其實如果你有渡輪 那就是選擇一個 剛才所說 譬如比較強皮少少 不要太價外 那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因為在這個短線來說 你真的沒有什麼好買 就算那些政府升的 那些業績做得好的 升幾百百分比 你買股票 你未必會立刻會放 因為你見到股票 那你坐下去 才算得到幾百百分比 但是呢 渡輪不是 它可以逼到你 即是多人逼到你 你自己拿著 你先拿著 那你再去考慮看看選什麼 還有渡輪呢 又是 那些花碎也都沒有的 所以真的會到交易成本都便宜一點 OK 那到這裏 我就分享到這裏 那希望大家 即是 投資方面 都可以 投資順利 大家賺多些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好 感謝Ryann 那我們給多次掌聲 Ryann 他講了他平衡 這裏 這個時候 我給多一些問題 想問Ryann 有位金山 就想問 剛剛就說 共鋼效益 渡輪回報 就有百分之二十 那證估得百分之二 那是不是 如果虧的話 都會虧百分之二十 是啊 其實理論上 就會是 要成他那個實際的槓桿 但是就像剛才所說 那個 引申波幅 或者其他因素 都會有些影響 那譬如剛才所說 它引申波幅 如果是繼續跟它升的 那你那個 那個回報 如果有證估升的 你看它的科論 證估升的一部分 你拿了 那個引申波幅 升的一部分 你都拿了 但是如果 不幸運的 那個引申波幅是跌的話 那你那裏 可能證估升的 那裏都會扣了你 那些回報 那裏 所以有時你見到 那裏 其實有時就是 引申波幅那裏 會影響到 明白 那第二位 呂先生 就說 如果應股症 那到期日 那到時 如果低過行駛價 就會被收回 那如果高過行駛價 那又怎樣計呢 那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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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期那時候 其實都不是說 要不要收回的 是到結算 那其實呢 如果你說是 對科論來說 如果到最後 它結算 是低過那個行駛價 那它其實是沒有價值的 那如果是高過的話 那就是它那個計算 那個結算那裏 減去行駛價 除回對活比率呢 那就是 那個窩論的價值是多少 那還有呢 你計算那裏呢 是通常用回到期日 之前那五個家的日 不計到期日的 那那個平均價去做回 那就計算回到結算 減去行駛價 除回對活比率 就是這樣 好啊 那阿明有問題 就問 那隱身波幅方面 怎樣才知道 太高或者太大 如果拿388來做例子 應該怎樣計呢 那如果你說呢 隱身波幅呢 其實每一隻的證故 都有它不同的隱身波幅 那其實現在呢 38個的隱身波幅都比較高 少少的 那四五十個百分之隱身 都隨時都會有 那有時再飆升高些 都曾經結果 那但如果你說 看回一些 譬定些的股份 譬如中國移動 或者匯豐那些 其實都是二十零三十 都不是很多 有些再低些 有時都見到十幾個百分之隱身 都會這樣 那怎樣呢 最簡單呢 你可以去一些 就是發行商的網站 你找回那一隻的證故 那它一按鈕 通常就是一系列的 渦輪都會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看回整個 項目的 那個的 人生波幅 大約是去到多少 那隻證故 那譬如你說 低些人生波幅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些不是太動的 那些證故 譬如說 匯豐啊 中國移動等等 等等 比較大一些的 那些人生波幅 那些人生波幅 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啊 另外一條問題 就問 渦輪資金流的圖 可以在哪裏看得到呢 渦輪資金流的圖 其實都是在我們 發行商的網站 會看到的 其實就好像 如果你穩熟了 我們那些 渦輪的網頁 其實都很容易 有些無料意 好啊 另外呢 就問 麥格里有哪些 匯豐的卵 的成交是多一些的 其實呢 我們在麥格里 都會有些不同的 匯豐的卵 其實呢 我們都有一些 放了在我們 即今天給你們留身子 其實都有在對面的 那你就可以參考那裏 不同的條款 都可以 希望幫到你了 好啊 現場觀眾 還有沒有其他的 想症問題呢 是想問阿Ryan的 是 好 這位小姐 資金流 是否每晚的收市圖 是啦 其實怎樣呢 資金流 方面的圖 其實真的是 past record 不是現假即時候的 那是為甚麼呢 因為呢 其實在港交所 要集中每個發行商 給它一些數據 那它才出一個 新的chart出來 所以其實呢 每一早 其實你遇到9點多 中左右 那每個 很多個發行商網站 都會有一個新的update 就是講回前一天的 即前一天的資金流 好 好 還有沒有其他觀眾 好 那位小姐 剛才我看到資金流 那會幫助我們 的銀口 多一點 是 那些人是 是 其實那些呢 因為那幾天 是銀子都跌 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是很 展線的 看好的 不是說銀子好 經濟好 所以慢慢買多些 其實呢 因為他們看到 跌多 所以每個人覺得 跌完之後 通常都會升 那他就趁這個機會 先買一下 然後第二天 技術反彈 就立即沽了去黃李朗 那是可以看短線的方向 可以看短線的方向 其實那些資金流圖 渦輪的數據 其實是真的幫到你看到 很短短的方向 好 那位先生先 我想請問一下 我過去年前 買了一隻銀子 渦輪 那時候不給錢 這巷 那一隻銀子 這兩隻銀子 是150元 到期二月初 到期是2月初 到期 到今時今日 購買的時候,騰訊率一百四是二元,何時購買,兩個月前就購買了,三個月就購買了,可能你不可以購買了, 三個月份,要購買的時候,其他又購買的時候,即是其他, 大家冷靜,冷靜,冷靜,冷靜 其實真的,不停地說,要短線短線,長線渦輪其實是2007年之前買什麼照星那些你可以慢慢坐很久都可以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情況,真的要短的,如果你買完渦輪,你買了一個星期其實都算長的 很隆岐,很隆岐,短的眼睛,這樣就會變好 這真是嚇死人 好,那麼先生,你不知道過了多少個山? 一定會,就是會有的,不要說說的話,全部人一定升下,升八,我都會不順 好,我冷靜一點,我先輸 好,我們發行商怎麼做呢?其實我們不是說你贏錢,我們一定輸 因為很多時候,投資者買了,我們其實會出去做回對沖 其實理論上,其實做回的情況是雙贏的,但問題呢,有時候我們可能發行商 看錯方向,不需要對沖的我們就去對沖,浪費了那些成本,或者方向不對 那我們就會虧了,但對你不是說影響到你,因為你贏的未必為輸,我輸又未必為輸 好,各位先生,大聲一點可能要 OK,好,可以再大聲一點 好,其實呢,渦輪呢,其實通常現在都被香港交易所去監管,很多扮演商 那其實呢,最遲,有一個緩衝的時間,是開始前五分鐘,那我們 我們怎樣都一定要開了,那其實呢,基本上呢,其實很多那些 渦輪呢,一開始都會照開的,那如果真的有些沒有開的話呢 其實也是,我們有一些熱線電話,你可以打來的, 其中途要開隔,我們是可以立即開隔的,那還有我們 即是有一個規定,就是,我們發行商一定要在幾分鐘之內 一定要開隔,開了之後呢,我們都要維持有五分鐘 放在這裏給大家的,不是說我們放在這裏,不是這樣的 如果會放在這裏,都會在這裏,所以現在呢,其實監管的方面 都比較會好了很多的了,那香港交易所不停會 問我們發行商,怎樣做,要開隔,怎樣在巴蘭都要 明白,那下面還有一層橙色色的市長,嗨,在這裏 所以,他們是在醫院的藥師,哪頂на? 先加先加 again,你為我 strike,我恆說 你為何要搞這些? 怎麼會在那裏,你為何要搞什麼? 是,你為何要死亡? 我為何要死亡? 我會轉身,我為何要死亡? 但你要看回你覺得如果是聯想的 你覺得他繼續是方向看好的 你想再持有的 那你就可以先保持 但如果你說你的感覺不是太好的 那其實真的要遲早指示 否則多時間藉由轉好 那個跌幅那方面會佩戴 所以都會小心一點 因為近日其實影響波幅都會有下條壓力影響到 所以剛才我都所說 如果你那個升幅在那裡 那個影響波幅都會減回它的緩度回來 所以那裡都要大家小心一點 不是只有股價方面的升幅 但如果你說現在這個影響波幅 其實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那遲些如果再有些什麼震盪 或者有些什麼大事公佈 不知怎樣 我未知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 有些什麼東西出來 出台 那如果有些什麼新的消息 那又影響波幅又震盪比較大些 那個影響波幅在這個低位 其實再加上去 又可以有個回報前面可以給大家 好 後面是秘蔣先生 上個問題 其實盡快我們通常都會召開的 但現在我們都有個規定 我們要在5分鐘內 或者說要報價出來給大家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監管的規定 是幫助投資者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對市場有些信心在這裏 好 最後兩條問題 我想問一下時間值的選號那裏 在哪裏可以看到大概1至多少 如果時間值選號 你可以去一些發行商或網站那裏 其實有些類似窩倫計算機等等 其實你入回那隻窩倫的號碼 其實現在都很方便發達 你一按它就輸了整個東西出來 你可以大約看到時間值選號 即要續續續自己 是的 沒錯 剛才師傅 師傅 如果街貨量已經多過7平 是的 如果街貨量真的比較高些的話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雖然街貨量即是說我們發行商 賣了很多商去街很多投資者摺了 其實到差不多40%至60%左右 開始大家要小心了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發行商賣完之後 我們手持的貨沒有 你通常買的時候買賣 未必跟發行商買賣 如果你跟發行商買賣 通常看一個字頭是九字頭那些牌 就是跟發行商買的 發行商起碼給我們價值 都比較我們計算出來 覺得這隻價是這樣的價值 去補價出來 如果你跟其他人買 因為街貨量太多 你未必跟我們發行商買的話 你的價值就有機會高買低賣 這個又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見到街貨太多 那就選另一隻了 我想問成交有些成益 有些很少 我想問有些可以成益 還是不小 其實你買賣渦卵 其實不同股票 股票有時候可能要看成交多 你才有人跟你一起買賣 有個家業巨手 但渦卵又是 有些聯交所有的規定給我們發行商 有價是一定要報的 所以你放心 你如果想買賣 我們都可以放出來 但你說見到 有些渦卵是一億 成什麼呢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有些程式交易 有些喜歡設定了公式 一秒鐘買賣幾次 一賣一賣 又成二 越來越多 成交量 所以大家不用這麼關注 成交量 其實最主要是看 明天買人箱開什麼價 你覺得可以的 你買進去其實都可以 其實都會看幾樣東西去看 其實通常會有OTC 即場外的水平是多少 還有我們會看波幅去參考 就是看出來怎樣做法 通常是那一天 有些整個場外場內的情況 是大約多少 這樣就會回到 我看到現場後的反應都很踴躍 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感謝Ryan 你這麼詳盡的解答 謝謝你自己的掌聲 真的解答了很多問題 看到現場後 你都很踴躍 謝謝你 事不宜遲 去到第三個節目 我們有我們的重量級嘉賓 由我們的妖材政區事務總監 兼瓦泰區首席分析師郭Sir 郭瑟智先生 我們一起給請郭Sir 好 我們要你歡迎郭Sir 剛才大家問到很多問題 其實有個情報可能有些朋友都不太了解 假設你們大家 其實不是假設的 只是發生過的 幾年前 大家買了一些中人壽的外套 好了 那時候二十多元 應該是二十多元 通常下 恆生指數是由七月的高位 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一 跌到下去一萬八千多 是跌了下去先的 那時候沒有直通車 聽完車了 沒有 大家拼命買它 買它 買完之後 那些卵商很厲害 你們買就給你了 市場的時候 今上是沽貨沽到手指都差不多爛了 曾經試過一個星期五 我和陸叔做節目 市跌了兩千點 余真打電話過來 兩到三 不要走著 做多一個小時 因為出現風聲鶴 下了兩千點 好了 我就做多一個小時 結果做多一個小時 為什麼他試呢 道成 讓你看看他的頭髮 看得這麼短 他都靠頭了 因為為什麼呢 那隻中仁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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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中仁壽聲鶴 他就喊通街都是貨 補倉也補不及 有些外資行 又拼命禁 是敢沽的 那客人一路沽貨 一路沽貨 其實如果沒有直通車 那貨都散了 結果想到怎樣呢 在直通車之下 恆子又一萬八千 一萬九千多 一路升升升升升到上去 三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中仁壽最高升升升到上五十多元 那些券商呢 上半年賺的錢呢 三個都散 不要打 外面個個肥都肥豬仔 之後呢 就是accumulator 又拼了 拼了 拼了拼拼拼拼拼 一萬零六百八十六點 就是說呢 其實兩場呢 沒有絕對贏家 我覺得沒有絕對贏家 你今天看見很多人 很多人說 哇 留性買買買買買買買到開花 是代表那些散布做 那時候開高三百 開得二百 你同學都不知道 還有現在有些程式股 有些程式買賣 你們看過證股 哪個阿甚麼太行不行 問七叔 七叔便怎樣 問得來升三格 總之不問你們了 這樣 但是成交了已經可能幾千八了 現在有些程式的交易 一些軟件 是快到怎樣 抓住證股來計數 刷刷刷刷刷 已經刷刷了 不用你自己計的 那些程式做不完 總之放下去 證股是這樣的 價格是這樣的 你就做這麼多 證股如果縮了下來 繼續縮 你就要做這樣 牛熊都是這樣做的 電腦做完 兩邊走兩邊走 終於輸贏 收不屑你就知道 是否騙到他 所以見到 為何成億成億 就見到做了 你說是贏定輸 可能是一毫子買 一毫子沽回 一毫子買回 一毫子買回 一毫子又沽回 一毫子又沽回 不過 幸好如果幫助理賽 就不究竟用算制 你怎麼會 這樣做 對了 十月運的事 就過了 不過我都順帶一提 我都順帶一提 如果未來的市 一旦走上去 衍生工具的交易 都會很刺激 尤其是 一旦深廣東正式走的話 或多或少會有些 內地的資金 你知道了 你們的獲產這麼大 人家的獲產這麼大 一炒下去就很厲害 所以早期市 就飛沙走石 所以在那個交易平台上面 我去很多分行都說過一句說話 有些聽過的幫人證 頭髮白小的呢 賣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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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責大嗎 不過是穩陣的意思 我講一次他就記十勢 當然 那90%的資金 你要買些穩陣的股票 不一定買回方 那所穩陣的股票 就一定是成份股 萬一我買錯的話 我收回五、六利息 你退休人士 你是要補本的 你不可以進取 剩下10%的資金 你可以做你的股神 在10%的資金當中 就抽回那麼多 你就可以做一些股神賣賣 就算那裡輸了 不影響你的 這個是一個叫風險管理 頭髮不是黑的 灰灰的那隻 就可以80% 拿20%去和它博殺 好像他們這麼年輕那些 70%去博殺都不重要 因為他們大把時間 可以賺回去輸了錢 大家要明白自己 你承擔風險的能力 這點很重要 千萬不要問人家 我買了之後 為何這樣 不理你為何這樣 你就要埋單 對不對 你明天就要埋單 你問與不問 你清楚與不清楚 明天你就是要埋單 如果你做錯了 就這麼簡單 這個風險自己承擔 所以做了兩天 一定要量自己的能力去做 市勝 不是代表你拿著 你一定贏的 你時間直逃選了 還有早兩天 已經走先了一步了 已經 你明不明白 因為有很多程式 是賣款的 政府一動它 就去完 去完一輪 政府動了 我買了 人家在沽緊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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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好了 十月份過了 十月份過了 那麼 到底 剩下八個星期 但是會發生什麼事才重要 因為現在這一刻 我有一點點想法 反彈市可能會慢慢成為 一個中期的星落 但是 其實上來講 五十天市外旁首勝 是很重要的 一加很詳細的解釋 一路跌市的時間 有一些離譚因素 包括美國的利息政策 包括內地的經濟等等 內地的股市 美國的經濟現在怎樣情況呢 它通脹1.3 1.4 1.5% 非農業就業數據 只有14萬 其實不是那麼理想的 就是說單單看這個數據 是沒有需要 也沒有條件加息 但是聯儲局長已經講了很多次要加息 那為了建立它的威信 會不會埋到你呢 我就加你0.25或者0.125來 行不行呢 這是政治上的考慮 我們這些我們看不到 如果看回經濟數據 我自己計 早前已經講 今年之內是不需要交息 因為通脹低得那麼重要 你想想 那些油四十多元一桶 那些金去得那麼低 沒有通脹的金價就沒得炒 金銀和鐵石的資源全部便宜 資源便宜 生產出來的成品 亦都不會跪得去哪裡 那你怎樣有通脹呢 還有流動性資金很多 但是那些錢全部去上層 跌不下來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其實超低利率是仍然繼續的 歐洲是要量化 加上量化規模 日本又量化 阿爺都量化變相量化 那你環境的資金會多到 不斷出來不斷 就是你加過日式 你出於總統大選 就算你被加一次 那你如何呢 0到0.25來的聯邦基金利率 和0.25到0.5來有什麼分別 加過四分之一利息 樓價大跌你買便宜 你想也不用想 最多就是銀行 本來P-2.5 P-2.7 現在沒有了 P-1.7 P-2 那你要注意也要想 是的 還有這個低息的周期 不是說一年半作可以解決得到 因為歐洲國名印良紙 而美國現在的國債是十百萬億美金 我們中國都拿了三萬多億 來加息 來加息 加息你便給多些食出來 對不對 所以要考慮很多因素 我自己看這個低息周期有排 這是一個常態 因為以前未有QE行動 未有量化貨幣 大家都是看著本數來做 一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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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子一陣子一陣子 你跟總統年代 三十多年前 聯邦基金利率二十二來 現在不用二十二來 現在兩到三厘而已 各個叫救命 因為錢多了便是你借多了 以前錢少便借少 以前的樓五百元一呎 一千呎的樓五十萬 現在一千呎的樓多少錢 你便知道不同地區的不同價錢 所以是不可以相提並律 至於內地其實來講 一路以來經濟都放慢 這個大家我們全部都知道 但是中央政府不斷出政策出來 包括樓房取消限購 包括汽車工業、補貼 最近將GDP的增長 是落到6.53 最重要就是兩個政策 第一個政策就是 早幾個禮拜前的 假設以往這間銀行 銀行有多少錢借出來呢 它吸收到存款之後 扣除了早前的二十五百元 銀行準備金 剩下七十九個半 收一百元就是七十九半 但是不是借全給你的 有些公樓、有些房產、有些國企 有些中小微企 大家攤開來借的 有個額的 好了 這間公司我當A公司 拿個資產按給他 銀行放錢給他 因為那個額一爆了 就沒有它了 沒有它了 所以中央政府一下調銀行準備金 這個銀行 意味著釋放大約總值七千億 但不是一定銀行有的 你有多少存款 如果你的存款是多的 下半個百分點銀行準備金 你借得到的錢便多 你細銀行吸收不到存款 那你便沒有這個條件 但現在有個新的政策 早前公布了 那銀行扮演一個銀行的角色 譬如這樣 這間A公司的資產 按我給他 他放了錢下來 那銀行再把這個資產 轉往給銀行 銀行看過 對的 靚東西來的 中環地名 嘩好值錢 再放錢給你 放給你 你便可以借給B 這個銀行覆下去 就加大局的流量 這個肯同量化貨幣 但就不同 以往那些 美國什麼 房利美房財 房財 房貸美那些 完全不同 因為那時候那些是商業行動 為了達標 很多時就三無人事 即是沒有福利 沒有工作 甚麼都沒有那些 抓他過來買 你便買樓 買樓 幫你逗個幫 逗到好位置 你簽個頂 就借給你買 後來一爆煲的時候 他根本上沒有錢還 然後之前將那些 這樣的一些 炭工業務 包裝過之後 就成為一些刺案的產品 雷曼拿著這些垃圾 當然不值錢 但問題是 這個不是商業行動 這是國家政策 還有現在反貪反負之下 我不相信中間 有些這樣的行動出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現在發生甚麼事 這個量化貨幣的政策 資金流現在是視點 將來一推出來 如果是成功行動的話 均總在金融海嘯之後 就四萬億刺激專制 這個很可能多過四萬億 或者更多 但它不是一次過頂一千億 到五千億出來 它不是這樣 一路流一路流一路流 大家明白嗎 資金流一路持續滾動 整個內需就會受毀了 這是給長遠的 第二 一孩政策 終於 兩孩 兩孩 率先受毀的是甚麼 大家知不知道 奶粉 你的寶寶都未生出來奶粉 唉 難怪奶粉會不會貴 你當然是孕婦被安胎 你是不是要保健藥 受毀先 好了 到臨盤了 今天要不要生 幫你生的醫院 是否做到你的生意 如果有些是專門做孕婦的生意 是高端的 舒舒服服的 老實說 生的嬰兒 三五七萬 個個給得起的 裡面 那些便可以賺到錢 有些上市公司是專門做生意 例如1509便做生意 那便受毀了 到你嬰兒槍小了 你覺得對 就是奶粉 如果不為人奶的話 但問題是 你去到奶粉的時間 都有得考慮 裡面 早幾年的國產奶粉 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個個現在沒有信心 才來香港買 變成一些在外面生產的奶粉 那些便可能受毀 就是人家寧願買500元給奶粉 給寶寶吃 我都不會買一罐200元 因為500元我相信他 200元吃完之後頭會大的 我不相信 就是這麼簡單 都後期了 信心問題 都後期了 就尿片 一路大的時間 小朋友的衣服 意味著每年有幾百萬 或者二百萬計的嬰兒 是會出來的 到後一個階段 就五百萬 六百萬 七百萬 就一年了 你可想而知 這盤生意大到多重要 但率先聚就位的 就保健 一有了 就第一開 那些家人緊張到不得了 餐餐進去吃 那樣就吃了 其實公布壞鬼了 不要說 一去政策 我立即炒奶類股份 因為實際上來說 政策出來 他要三十七年 你這麼早炒 你不吃什麼 有人先偷布 有人先偷布 有 你偷布去年 去年 都不關你的事 人家是兩個 兩個 你最快都是 昨晚才開工 好了好了 講完笑 看回整個大事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剩下時間不多 我告訴你 不要浪費你時間 今年的市 由二萬三千三百十三年 一月六號 你後面頂住 沒有人頂住 股市有人頂住 這塊塊都有人頂住 第一個浪 升到上去 不是第一個浪 今年的高位 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九點 這個 是四元二十七 升了五千二百七六點 包括我做內 很多都看三萬 當時是常態 因為每日成交二千幾億 但是 A股變天 內地經濟下限 加上 美國食慮的問題 是 美股也在五月高位 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一 跌到八月低位 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十 美股也跌了二千九百幾點 港股無法知獨算平身 這個浪 第一個浪 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點 到七月八日 即是今年 最便宜最便宜買的首貨 都要輸錢 跌下真的沒有人家 好 急跌後 有個反彈 去回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四點 上回七月二十一 到頭再跌到二萬六百八十五點 八月二十五 換句話來講 升了五千二百七十六 再跌回五千七百五十三 反彈回二千七百九十八 回頭再跌多四千七百六十九點 這樣跌 不是散戶定的 散戶只有不捨得沽 只要去溝 溝到沒有了為止 就算都不買 借了孖錢 被人斬就是另外一件事 哪些就這麼緊要去沽 哪些人沽下來呢 一些對沖的做膽的 扔下來 還有傳統的基金 因為你的市這樣跌 他怕市跌到最後 每個人不屬回的時間 他無法應付 所以一定要減持 這兩股力量 就令到市 急跌到二萬八百六十五點 好了 其實這裡開始變了 之後有個反彈 去到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四點 八月二十八 但由於只有四日時間 這個不是一個反彈市 是市的 市是市的 好了 接著再下去 九月八日二萬零五百二十四點 其實這裡已經出了一個轉市了 因為九月八日的低位 回到九月九日的高位 二萬二千二百二十八點 是成交很大的 大家看紀錄 這日成交是幾百億 但這日成交千多億 在這樣的環境 誰肯拿千多億來賣貨 不是看好 是沽到開了花的賺了錢 夠貨了 補倉 你一補之下 那些傳統基金的市市 走上來 它怕市市升多點升多點 它跑輸大市 它拿著一手現金 它亦都無奈 一定要入市增持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 這個大市的上升 是由補倉和增持的買盤去主導 絕對不是散戶 好了 今天之後佳南可事件發生了 再跌下去二萬零三百六十八點 去到九月二十九 好了 有一點很奇怪的 美國加息 中國經濟不穩 股市不穩 加上佳南可事件 佳南可的時候說清盤管制 雷曼翻版 我講了 雷曼拿著的垃圾債券 佳南可拿著的是抗 等於我們九七年買一層樓 萬元一呎 去到03年 沙市熬不住了 三千元一呎買出來 你都有人要 不會沒有人要 即是據說來講 資產和垃圾債券是兩件事 所以佳南可一定不是雷曼事件 除非他的債務 多到是蓋過他的資產 這樣就難說 好了 之後由這一刻開始上升 其實已經升了多些 升了多些 但現在已經看到 八月二十五和九月二十九的低位 相差就是四百九十七點 在這樣的環境 整個月 加上佳南可事件都出賣了 如果市民插穿兩萬 不單之還要走歪上來 你不覺得奇怪嗎 即是說 所有的利淡因素 在這個跌浪當中 全部反映了 既然反映了 做淡那些 他不會等到這個市場升司補 沒有的 對中基金是絕對回報的 他賺錢只有兩個方法 高的沽了去 低價就補 低價買的 高的就派 沒有第三個 壓不壓 同價入同壓出 沒有錢賺的 即是五句話來說 在這樣的環境 他已經是有一個有因去回報的了 但問題是 由四月二十七下跌到九月二十九下跌了整十五個月 短短在九月二十九去到今個月二十六的高位 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三點 十月二十六 是升回三千零五十五點 不要講點數 講時間先 九月二十九到十月底 我就當你一個月時間 你這樣沽了整五個月 一個月就補得了嗎 補不債創 補不債 即是說下一個做法 要不就補回那些貨 你再沽過 或者下回來 你再補 那就要理性點去看 阿爺正在推進政策 A股已經回穩 美國加息不加息 大家都看得通通 用過這些方法 再好像現在這樣 在高位下跌八千點 很難的 你沽的話 現在人家接你的 基金就個個看淡 去面頂 當然了 你做好你頂 你頂頂我便接你 打口就說彈 實正是找位來買貨 因為它高格沽了 全總基金整首都是現金 剩下八個禮拜 那些市跌下去就環保 那些市一抽上去的話 你拿著更多現金 你不跑出大市了 好 知道了市的原因之後 我可以和大家說 就算市反覆下跌 除非有一些我計不到你 計不到的消息突然爆發 否則市應該是一個反彈 變成一個終極的升市 為甚麼呢 這陣市是過了五十天線 一段時期的了 不過經過禮拜四禮拜五的下跌 跌穿了一條十天 亦都未來跌穿二十天線 不要緊的 技術上的走勢我現在和大家講 首先講這裏 由今年的高位 跌到今年的低位 市跌了八千二百二十一點 跌了八千二百二十一點 由於市先走上五十天市流上 而且十天二十天 亦都在五十天線之上 即這個不是持續續續沉底的形態 如果反彈三分之一 只有兩十天然可跌 即第一位是二萬三千一百零百多 十月十六日過了 如果反彈��之一 將會是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八多 好接下來就拿這個低技術 即是後一個階段 第一目標是這個 未回之前 但既然現時的市跌穿十天二十天線 也已成為一個技術上的跌破 即是說市會先行處理這個線 升了三千零五十五點 先行一個調整 如果升了三千零五十五點 調整三分一不要當太多 就應該是多少呢 二萬二千四百零四 即是介乎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是二萬二千點 正在阻止 五十天線和二萬二千四百零四 會是暫時的 十一月初的調整低位 只要不跌穿五十天線 下來了之後它仍然有機會上 我可以有些分析在這裡 跟大家講一會 好了 如果這個線路上來 由伊景結穿十天到十天 即是這個已經成為第一個阻力位 十二十六的高位 如果過得到 目標將會是這個 而稍後就是七月二十一日的高位 好了 過這個不難的 但由這個去到這個階段 成交交易就要大 如果當時成交交易 都是六百億七百億的話 老老實實 有波幅不升幅 但如果成交交易有八百九百億 或者拉近一千億的話 千萬不要賣同值 因為目標不止這個 甚至可以說不止這個 因為保筋倉 現在它買貨不是看好的事 因為它總是沽了很多 現在要賣回 你要高沽成功在低位買反 這才叫賺 等於你買十個回來 170元買廣交所 升了311元 賺不賺 你沒有走 賣了 你未買過 只剩174元你也是賺 不過賺死計 幸好你光是要財 你光是要財 你光是一個你不夠錢 你用金錢 即是說你買完貨 你都要賺了 落了袋子的錢 才賺 才賺 都不算賺 你明天會買回來 會買回來 你不買回來 那餐飯吃不下 你回來不要搞 一到星期六天就空虛了 有些貨就有些寄託 所以那些錢是怎樣 要花掉 買些東西給自己 開心了 那你就真的賺了 我只會以為再死 只要財富貴 賺賺賺吃吃 賺賺吃吃 賺賺吃吃 賺了幾多 又吃不吃 吃頂的衣服 也不吃買一件 喂 什麼 賺很多人做個餐 不如不要賺 就這樣 好了 剛才我問她 改了 別嚇到自己 壞習慣 好壞的習慣 除非你說 我捨不得用 我說我的錢是去捐的 要幫人家 這樣就不同 講多兩句話說我囉嗦 錢還剩下你給誰 你說他給誰 不是 我是他的工人 私人感情的 好了 我們看看今年全年的走勢 除了這裏 再參考這裏 1月份的市是升了1682點 到2月的市是升了876點 3月的市再升了1436點 到4月份的市再狂升3663點 升幅一路擴大 到5月份都是升的 因為到最後那個交易圈是升的 所以都是升 但是升很少 即是市已經在轉角 升少了 結果怎樣呢 6月份就調轉漱頭 跌2237 到7月份再跌多3623點 到8月份狂撐4059點 到9月份都是跌 跌1860點 跌少了 一路跌越來越多 到這裏跌少了 即是說 又是轉角了 好了 到10月份現在暫時來說 是升了22893點 問題是10月份是先低後高 那11月份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這裏 由於這個市是升破了50天市 曾經在10天 20天市流上 但是升了3055點市 哪裏都要消化 去到這個位 未必一定會跌 它可以再升 我都還說了 但問題是沒有成交 上星期一到這個星期一到這個星期五 成交是六百多 六百多 六百多 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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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 十 到七百 每天都多過呢 8百億 你這樣的動力的市值怎樣升 一定要回的 結果星期四 星期五 兩日一會回下來 就是旗子結算和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這兩個跌落呢 好了 所以說現在這個技術上的走勢 是有利於十一月份先低 先低 十月的市低位在這裏 十月二號的21,130 十月的高位在這裏 十月份是先低後高的 如果一個市要維持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月初一定低位 如果要維持一個平衡去到天高 你再在那個位再上 你猜這麽容易嗎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好像四月份就可以了 二千多億成交 彈彈你多元 但現在的市只剩下六百多億 我不覺得 所以十一月份的市會先低 問題都低位在哪裏 剛才講了 如果回調三分之一 或者多些的 就在五十天線到二萬千四百零四點 暫時的看法在這裏 總之二五十天線不失手的話 其實上這個走勢是很遠 拿下來而沒有機會再上 因為剩下的時間不是很多 還有沽了五個月 沽空了五個月的貨 不可能一個月就平了 即是說在一些外圍的因素 和內地因素已經明朗之下 已經補了的貨 補了少許的貨 已經增長了少許的貨 他不會無緣地沽回去 他只會再增長 因為剩下時間不多 基金和你們沒有太大分別 基金都是揚群生態 一百個基金 如果有九十五個基金是沽的 剩下那五個基金 我不相信他在那裏買 他都沽了一份 他怕而時會抵抵 反過來 走回後 他們又一樣而時 除了一個基金是永遠不會沽過 即是甚麼基金 就是貧積金 他越不沽 所以到現在可沒有錢賺 他不會 三萬多元我走了 一萬多元我買回去 不會的 好了 再看看 如果這個市在正當的時間 即是湧上去 第一個高位 是今個月二十六個高位 第二個就是反彈二分之一 最終來講這個是頸線位 如果過得到這個頸線位 將會出現這個形態 就是了 由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九 跌到下去 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 升上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四 再下去這個位 二萬零三百六十八 走回上來 一個了 這個叫頸線位 去到這一刻 如果成家大的話 千萬無眼紅症 市不看下來的了 就等於在這裏 那時候市二萬三千三百十三 上的時間 你不要望這個位 一直向上望 到這裏過了 當跌穿十天二十天五十天線 的話 已經向上行的了 你再向上去看外 你買幾多 輸多少 現在這分鐘 過了五十天二十天 和十天線 在這個位 如果再慢慢走上來 不可以望這裏了 就向上望的了 即是大家要明白 那個中期的走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建立保倉 是一個低位來建立的 絕對不是高位 高位你可以輕輕增持 就是要看貨 好了 如果市升的話 一定要在銅子成份裏面的組合 因為來到現在這一刻 市成家那麼少 講來講我都是成份比重 如果你說其他的股份 你摸下去 指數升多少也好 未必關你時的 你要在未來這八個星期 要賺錢的 要看指數的 要看成份 到市成家有一千億 一千億 一千億 一千二億 慢慢升去的時間 成份股就不太重要 因為不會讓你發達 其他股份可能就開快車了 但現在這一分鐘 不可以走到這麼急著 匯控是佔十個百分 騰訊是佔9.65% 941是佔7.82% 在銅子成份裏面 1299是佔7.29% 這四個當中 在未來這段時期 如果要搏的話 指數要走上去的話 我大意兩隻 互聯網交和1299 反而匯控都會好 但慢 步伐真是慢 尤其是總部 他不來香港 這個政治的決定 我覺得有少少偏差 至於941就平穩 因為它和中二棟 和聯通組成的鐵塔是好 但鐵塔收回去多少錢 我們未知 所以暫時中二棟是有波浦波升幅 進取的是這兩隻 還有建行、工行和中行 這三隻轉行成份15.7% 內銀股賺錢的時間過了 未來還會減息 色差還會拉窄 去平平穩穩 如果能排得到舊式 全部都很吸引 不知道能否排得到舊式 連你都猜會能否排得到舊式 最壞的時間應該過了 但增長是零的 差不多沒有 半年業績增長是1% 不會有驚喜 但三選一選一隻建行 三選一選建行 貪平的就不用說一定是中行 但你不會發達 你會找到多少少錢 但你一定不會發達 好了 剩下來的是長和 廣交所 長和佔3.84% 廣交所是2.99% 2628和2318佔的比重 大概是5.6% 這十幾隻藍頭佔62.92% 你當它63%都可以 沒甚麼所謂 剩下這四隻藍頭 就要這樣看 深廣交所 深廣交所 不知何時限 但一放的話 一定是這一隻 現在有人偷布 311.4跌到174元 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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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些資金先行偷布 賣到上210元 又低價上來反彈了三十幾元 已經 第一類的反彈完成了 如果市有機會落去五十天線 和212.404 它可能穿一穿二百元都不定 一百多元 不用怕 最快過了 我深刻都不知道 不知何時放 但我覺得放的機會很大 還有內地的深圳市 全部都是投機性買款 都其時 這些站不動了 二三線股 飛沙走石 差不多樓了 至於長和 大家要留意 現在電能實熱 和長江基建 是有些重組 本來一股電能實熱 就換1.04股 長見 加上五元現金銅利 現在比好些 一股連1.6股 有七個半銀錢 所以這間雕 很大機會成的 有長見的 一定要繼續抓斷 因為新公司 將來會有六百多億的資金 可以去拼購一些項目 而最緊要是 每股收七個半特別現金銅利 但是 日後的收益會很穩定 包括基建和公共業務 但最受益是誰 當然會長實 他拿著大約是48.6%的長見 每股現金收七個半 等於收143億 明年就炒太多的現金銅利 有機會下回100 不知有沒有101、102 我不覺得有這麼低 但是可以買 炒這個新聞 可能上125、130 你炒它重組 可能上140、150元 將來要分拆更高 好 時間所限 分析到這裏 是啊 好 感謝郭Sir和郭Sir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要問郭Sir 首先等一提 就是 匯控和中銀哪隻 拿來收息好些 匯控 因為匯控 有6.74%的估值 市漲率是0.79倍 PE11 PE11 PE11倍 市漲率只有0.79倍 如果中銀和匯控兩者 作為漲者 我覺得應該是減匯控 如果將來人民幣走出去 中銀香港是會比較受惠 你就可以買中銀不要緊 你都有5.0的估值 但是如果錢得到2.1 我會減匯控 好 另外說 港股前景如何 如果那麼多個補房裏 選這隻收息選哪隻 選回控 或者選電行 你問得我當然是上年幾 我要考慮的 不是說你可不可以賺多少錢 而是說你一定要不輸得 還有一個可以選 詳細 收穫七個分析 你要收息的話 你就不要那麼進取 就不要什麼 我買些廣交所 我買些騰訊 買些食物炒 那些不關你的事 你要收息的你就按份手機 好 最近二胎政策出落 很多兒童相關股份 12591717 121001112 那哪些值得投資 這幾隻我覺得1717可以考慮 因為它現在這一分鐘 就兩個多元錢 昨天沒有路上2.7元一跌下來 因為它是10公1 公2.2元錢 但是我看開什麼理由 是因為那些資金 它要發展荷蘭那邊的廠房 剛才我提到 你內地生產的奶粉 人家不太相信 你外面生產的奶粉人家相信 那你沒辦法 這個我想時間會慢慢慢慢改變 但現在這一刻來說 我想單單是講奶粉股 我想我1717我會減去 你反為663元 是不是揮曬 揮曬 揮曬就慢慢起 40倍的市盈率 早前空倉 現在夾回上來這樣 股值太高 跟著公巷1398千幾點 那它講了 踢了 踢了 全景有一般 不會有太大驚喜 因為半年的增長只1% 但是作為公巷5倍幾 市盈率有6年的股息 那沒所謂 就買些人家放在那裡 但是你千萬不要抱著心態 那兩民股大聲 起碼現在這分鐘未是時候 還有它沒有主題 它沒有故事後面跟著你 最重要 1766在一帶一路之下 有沒有受惠 當然有受惠 裡面的動車高車地鐵 行百年十年 你就要換日金屬疲勞 全部都是中車做的 以前南北車在海外競爭合約的時間 大家都是競爭對手 現在合併了一間公司 沒有這個因素 只是基建股整個反法 暫時未吹著 因為上一陣吹得太厲害 有少許停一停 不過如果有貨可以繼續拿著 我形成看好的 那AH股的差大 那麼大的原因是甚麼 我怎知道原因 香港4元裡面 12元人民幣都照買的 你問我你問我 為甚麼不來香港買香港4元 要買裏面12元 是吧 這個很難說 你裏面創業版的股份 動了就把10倍的市盈率 都照買的 香港現在40倍市盈率 我都咬咬聲 那你們的投資心態 環境估值不同 我都不知為甚麼 你都叫我來香港買 香港很便宜 是的 那美金正在升幅跌 今年價不價值 唉呀 剛才不是說了 又要慢 我都說今年 我估計不會加息 我估計不加 就算加加四元 一來息都沒有影響 那至於美金走的怎樣呢 仍然繼續強伸 因為美金呢 美國經濟就是爛蘋果 歐洲就是爛產 日本就是爛香蕉 三個都是爛的了 但是呢 蘋果爛得來呢 救我 那是沒有計的 是吧 你現在問我 安市金價多少錢 是講美金 有幾千一桶 是講美金 你出口入口 全部千單千斤 全部是美金 是國際貨幣來的 你這麼強的 好 電營的情景怎麼看 一般 沒有太大驚喜 真是沒有驚喜 如果我買電訊股呢 包括香港電訊股在內 我讀買是941.2元 它8億個用戶 有2億個用4G 現在不加價 去年不加價 明天不加價 而且每年以手機現金流 過千億又沒有負債 它的優勢根本上很難取代 8號仔又不會 沒有基本因素 不會太浪費又不會太多 好啊 就問爲何X股 救了一些E合理 但有資金就沒有入市 但是A股呢 站得穩 是不是還有上升的動力 A股還有上升動力 別說錯了 因為我好時間講 因為香港的股市 80%來自省戶 20%來自基金 但是內地80%來自省戶 20%來自基金 當省戶開始對市有信心 資金開始入市的話 勢頭會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 民間的財富本來有116萬億 我當你輸了十幾二十萬億 都還有八九十萬億 是天文數字 香港的儲蓄存款 民間多少呢 十幾萬億 都可能沒有 兩者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裏面的購買力強得很厲害 不用多了 人家擺十萬億在銀行 一年收三離息 你擺十萬億在銀行 都沒有食修 只是拿個食品翻滾意 已經夠了 怎麽同呢 好 接下來2388 中文香港 哪看 中性看好 它未必是火車頭 它不會是火車頭 但是呢 在現在這個價 它還要看人民幣的因素 不過當然好 一定是好的 不會差 但不會說呢 大幅度上升 不是內地銀行 包括香港銀行都好 現在這分鐘 沒有條件大升 如果有渣打那些 大家會去年文 因為渣得越恐怖 所以沒有前兵不行 好 現場客戶 現在可以問問題了 突然就沒有很多個 有問題就進走了 好 中文香港 2388 24.8萬 不行 不行 剛才我講了 但我先說 你明天買星期二輸不關我的事 我講的買是一個慢慢的收窄 一個低位 然後等到中期升下來的時候 我賺那個錢 我買股票一向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都會今天買明天賣的 但這世價股 你不買明天後日就要輸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但有些貨是渣的 好 接著是3777的慈景 難搞些 因為早前被人點名 其實他跟中電信合作 剛私入屋是一個好的生意 我跟他玩了吃過飯 但你現在被人點名 又說他造假又什麼 很難說 因為這個我們絕對不能夠 去清楚了解 所以大家看得到 我推薦的股份很大反覆 都是絕了藍醜和國企 民企不是不推薦 其實有時候誤到我誤 我戒心的 你突然間做一件事 就說他的業績誇大 他這樣誇大 那樣誇大 而最慘就是這份報告 影響了股價大跌 你就算你看到基本因素 你股價跌了就是跌了 但單單講他的光纤面目 我是看好的 尤其是用中電信合作那裏 去到一元所根的水平 已經不需要擔心了 有貨繼續持 好 這位 郭Sir 1299持半年的45元 買不買得過 不行 因為第三季那個新增 給我們數盡二季也好 亞洲區以往這些錢走了 但現在這些錢回來了 只是香港都接了很多錢 那錢再回來就不會那麼快走的了 你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回合都穩定了 那來得到的話 真是意味著新業務的推銷 是會比較理想的 第三季這麼艱難 他都有什麼增長 如果有適合的 早點買 很快會過50元 我看明天明年3月份 已經558元了 好 各位先生 人民幣會不會大跌呢 人民幣會不會跌 我不知道但一定不會大跌 我想不會了 我們現在習大大 在國際上跟奧巴馬見面之後 說人民幣不存在盡一步貶值的需要 他這幾句話說出來我相信他 所以我不考慮 總時我都認為人民幣還要跌 因為出口會刺激 但現在擺明他不理出口 他要搞內需 一台政策有變 整個內需資產已經翻滾了 用內需去買還會經濟 人民幣如果貶的話 他的工信力就沒有了 如果不貶的話 那些錢會流進去買的資產 人民幣不會大跌 好 這個市長 我想請問一百零零件 一百零零暫時來說不會動的 因為整個基建 不只是他 中交建 中鐵建 中鐵 中車 藍車 時代 中國通號 全部不動的 一上一層 升了很多 但是中期來說還是好的 尤其是老一大 他港口 基建的業務 一定是他做的 可以駕駛的 但不炒得住 未在尼後 好 這個先生 我想問一九四 尤其是李鋒的 看一看 我又留到被看大的 如果你有留意 我這五年我未推介過 因為李鋒以前就賣一些公司 同意撞大自己的權盤 但現在那個消費模式有變 網上買東西的 你不會去店裡買 我自己買東西 我都叫同事在網上買 每個都是這樣 變成中間的食物慢慢淡化 不會差得很多 但是沒有爆炸力的增長 阿馬遜是你的大廈 阿馬遜的業績都不行 好 接著有客人問6030 可不可以上回30萬中心 當然可以了 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怎麼知道 總之整個捐箱股不是氣候來的 第一層A股升它要夾錢 第二層反彈你又要夾錢 還有A股這樣的大跌 很多歷史遺老來的問題還未解決 近期追劃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是未是一個大爆炸的時間 這樣的高價就有很久了 但是一定會見得到 不過不是現在這個浪 不是短期見得到的事 你 我想說1816 其實我看得很好 因為內地現在發電 有差不多70%電力煤 國家政策希望用多些生能源去發展 所以其實現在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垃圾發電 或者其他的環保發電都還緊 但是佔整體電的需求幾個百分比 最環保根本上是核能發電 現在它在經營11個核電項目 估計每年有5到6個核電項目要發展 早前曾經把5個多元錢 最近拿回3個多元錢 買了 收集了 買完升2號跌2號好一點 你不用管的 有時候你真的在於1、2號的 你就走短線了 但是可以這麼說 將來上到4、5元你一定沒有貨在手 你一定沒有 到其次最糟的就是 你4、5元你才去追 追到又跌了 我和你講 我最後五題 你先試試看 你問A股是怎樣 如果是A股的CQ不可以 可以拿 不可以炒 因為A股上證指數由2850點 升到上去最近的高位3457 已經升了607點 20% 21% 夠了 那當然是紅鮮 那當然是紅鮮 它會是慢牛 它不會是快牛 所以不用急的 現在買貨不用急的 還有市場現在6、7、8億成交 你為什麼這麼急 對的 買些 又不要怕 不要經常買完跌2號跌又怕 現在是給你收集 分間餘收集的時間 不是給你今天買完明天沽的時間 如果你短炒的話 你一定會輸 你一定會輸 好 最後四題 C3 都還是差 華蘭一帶絕大水泥廠 但是水泥的需求很慢 產泥有少許過剩 不過最快的時間應該都過了 我覺得旁大的基建和房建的啟動 都需要水泥 但是在華蘭一帶 我想那個需求是為放慢 過去一段時期樓市比較慢 又沒有什麼大型的基建 所以我覺得它的業績走得比較慢 加上華蘭本身有些人事上的問題 但現在這個價格我不用怕了 藍色山 各位先生先 330和999的前景 330看透 買它的股價升是另一件事 螢山眼光是很好 這次業績增長得相當不差 尤其是去歐洲那邊 一路涼化 最快的時間是過了 但是說真的 我不管你七個多好 八個多好 我拿著這些錢 如果要入市的話 我寧願多些錢 我買中斜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寧願買其他犯法 至於999 我不知道是升級的原因 這樣的租金 這樣的營業額 我不覺得我看好零售股 我真的不看好 明白 歡迎三位 請問二六二八 什麼九位入獲 由31元跌到 應該41元才對 跌到下去大概23多 24元 最近反彈上去31元左右 這次業績公佈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第三季多個情況是差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機會再落一落 不會太多的了 我自己看 在50編線到24404點 我不知道我看得對還是錯 如果我看得對的話 24個多25元 警察龍點一點 它就過了 這樣就是了 廢室三個男士 175 175 前景有175 175 吉利是吧 吉利前景不會差的 國家有政賺扶持 不過老實說 由兩個幾個人買到現在 三個幾個人錢 我不出聲的 它升了50% 升了50% 我不會買它的 這個價格我不會買它 我也不會推它 已經升了50%的股票 不過當然不知道 低貸排放的股票 是會有稅務補貼 但是 反映了 反映了 如果你買了 就不要緊要拿著 但我現在拿著夠錢 我想我不會買它 好 最後兩題 1224 終於 1224 如果內房股 我想最好的 188是109 另外有兩個小的 包括563 上10 開城市 因為上面 上海市政府的企業 以及978 招商局的公司 其它的那些 都要看大環境大氣候 未必會太差 最壞的時間 我承認是過了 但是很多內房股 現在單位數字少了一集 不是大氣候 如果我買內房股 我也是買最大的 央企 如果不是 我一定買去沒有公司的公司 包括上海市政府的企業 屬下的 那些地產全部都是 12.63 做的 我推介過很多次 最近978 我都有推介 推介的時候 就是過年人錢 早前升到上過 過7.8 那就56%了 好 最後一題 大股三個男士 A股的60009 上海基層那些 我不懂 我不懂 我只是懂 A股大股走勢 A股各別股分 好 那你男士三個小姐 請問中海保 如果是長線 投資中作保 沒問題的 因為它招待是2月到2.7 它定在2.7 我都申請 再回來 我都沒錢賺 因為激費 它現在是2個秋月 我再買些 因為它是最大的在寶公司 還有 不要說大小了 中仁壽 泰保 平保的視像率 視像率是2倍以上的 但是中載險的視像率是1.3倍 它上回1.7 1.8倍 一點都不難 如果這樣計算 2個7要上回3.5到3.8 讚